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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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吃晚飯有沒有想要睡一覺的 通常我上台的演講 應該很難讓人家睡覺 因為我的頻率比較高 非常開心也代表財團法人 會長產經發言基金會 來歡迎各位加入我們這個團隊 不過我還是要再確認一下 各位參加這個ATCC 基本上是已經先入門了嘛 那你們這邊是不是 就是我們現在在座的 是不是都是學我們化合這個議題的 沒有 就算還沒有學是不是 會打散 那所以會各自聽是不是 一組只會有一個 一組只會有一個 你們都跟何組還拼吧 你們都分組 那什麼叫做分組打散 站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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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請問選花國的 請舉手 恭喜你們 因為在未來的路上 你不見得會進步 身分穿 或者ADL或者牙蠔 但是呢 你做各行各業 絕對會跟我的公務門 很多東西都會連結在一起 你一定要熟悉這個 你就會如虎添移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很煩 為什麼要來 我再問一下 有研究所的請舉手 那來參加的都是大三以上的請舉手 好 那對不起 還講大三以下的有嗎 有啊 他還不少咧 沒有大一的吧 好 那你們非常aggressive 都行 好 大四的話大概 有嗎 好 OK 比較少 好 有參加過 有去看2010台北國 一些花博國覽會的請舉手 大部分你去 那算很漂亮好嗎 我先放一個12分鐘的影片給大家看 因為你要來熟悉我這個地方 我來先跟各位講 東部門呢 你會覺得他好像很stop it 其實不是 因為時代在改變 但是他時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自己 他不像邊形即刻剛 這麼快速的會因應改變 所以呢 我們要有很多外部的去刺激他 還協助他做扭轉 可是東部門一旦動起來的時候 那個力量是 小螞蟻蟻非常的怕 而且是非常有效率跟指示 他可能比一般的公司行號要有效率 因為一般公司行號他會怎麼樣 我要求利潤 我目標非要明確 你要給我達到多少 明年你要行嗎 你就要幫我達到這個預算 然後看我也沒達成目標 可是在很多時候 公務門不是這樣子看 因為他肩負的公共利益 他不以盈利為目的地 先讓你看了這個影片之後呢 我再道路 非常明確跟各位講說 後面我們為什麼會變成 創新創業的原地 在這個創新創業的原地 我也可以達成 我有Profit 而且我是供應了大家共同合作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Zither Harp 花博公园总面积43.8公顷 包含人山、美树及新生三大园区 位于捷命淡水县圆山站旁 每逢假日不论男女老幼 都能在此找到一个放松身心的天地 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 这样一个美好花博公园的诞生 是经过历史轨迹与时间的洗练 才绽放出美丽的力量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赢命171天 创下896万参观人资的佳机 与新海币430亿元的整体经济效益 这场社会结合众人的努力和新鲜 创造出台北市前所未有的骄傲 可以说是近年来台湾最为成功的国际活动 发布国兰会不仅展现出各方面实力 也展现台北市我们办国际活动的名利 更重要也把台湾台北我们精神文明 以及市民水准这一份充分展现在国际 博览会圆满成功落幕 美丽依旧留在民众心中 为了延续这美丽的力量 台北市政府于2012年成立财塔法人台北市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 接续引力管理 花国公园也因此诞生 总共有三个园区 还有14个展馆 那展馆是不是要拆掉呢 花了很多的钱盖起来 那如果拆掉未来要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的台北花卉博览会很特别 它是在四中心办 不像其他的博览会都在城市的外围 在框了一个新的区域来发展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将它部分留下来 留下来总是要有一个管理单位 那我们就在城发局下面成立了 特别是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 就是要来让花博能够有序经营 而且能够让花博公园来建造 所以我们把围离都拆掉 最明显的就是在民族西路中 在北路的东南庭圆角 如果大家印象很深刻 那里原来是个大围墙 根本进不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打开来 变成一个市民可以游戏的地方 我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有农民市集 我们汇集了社会局有亲自管 汇集了卫生局的力量 我们有个台北优国村 那又很成功的成立了吉时清乐广场 那现在根据统计大概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天到花博公园 来参观的都超过五万平时 花博公园圆山园区 占地二十点八公顷 其中征宴晚是举办各大会议展览的热门场地 每年万花节更是花艺设计大师们的竞技场 来自世界各国花艺好手群聚于此大展身手 结合各地的花艺技巧与台湾本土的花卉 让台湾的花艺实力在国际绽放光芒 这栋充满未来时尚感的流行馆 是由152万只PET宝特瓶回收再置而成 为全球第一栋PET宝特瓶绿建筑物 现在是许多艺文展览的重要场地 花博公园美术园区 占地7.9公顷 圆明三位馆包含台湾原住民十二国群介绍 即特色的云艺商品 感受台湾原住民族各式文化生活 以花舞 蝶飞 绿生活设计的五蝶碗 是园区中半开放式表演场所 经常举办各种的国际文化艺术表演 电幕剧精彩的演出 更是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观赏 这个花博公园新生园区 占地15.1公顷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拥有暂时级绿建筑标章的新生三观 包括行动梦想馆 到花博公园经营的新一代行动梦想馆 都展现了台湾领先全球的尖端科技 精准地将创意设计与科技完美结合 同时也获得多座国际大奖 这座融合科技与文创的场馆设计 透过影音机场 动画 互动投影 虚拟实镜等展示内容 带领民众进入一场如梦似幻的奇幻旅程 结合了最好的文创跟这些三级科技产品 然后跟我们基金会这边的同伴 大家共同彼此下 我们也得到了这个美国的最高 对博物馆最高荣率的慕斯奖 而且是赤得了两座 台湾在过去只有 乌龙博物馆德国类似德国山的奖项 相当不容易 这两年大家都非常辛苦 我们一起走过 非常谢谢大家 这座拥有自然生态的绿色丛林 为台北品藏植物园新一代未来馆 是以智慧型兼温室为主要设计 透过温度调节 可以一次就完全吸引到 从热带 洋热带 温带 到寒带的台湾特色 及西国食物 天使生活馆 落实生活理学 以艺术生活化为经营主轴 推广乐国精神 是许多民旧每次 奉三学心里的近家乘坐 这一个地方让我可以带着我的朋友家人 然后一起来吃美食共产览放松心里 那你喜不喜欢这里 喜欢 因为这里怎么样 很棒 而且很漂亮 其实我觉得台北市 不太喜欢你们所有的高党下 台北市的鱼灯 把花博公园做得很好 花博公园为创造友善便利游气环境 彻底实施无障碍空间 同时开放重其U-bike 穿梭三大园区 自由地享受满活游玩的乐趣 花博公园每年举办各式大型国际活动 农历过年期间 上百万的游客来一起观赏文明世界的台北登节 以及结合文创及台湾设计师精心创作 见证台湾坚强胆实力的设计院 更获得世界一致好评 工作公园 他们不存在的位置 可以展示自己的方式 这类型的方式 设计师 给设计师的方式 这类型的方式 非常棒 还有结合了插花设计 庭园景观 盆景艺术 花卫装置 及园域造景五大领域 与展览 经验国际的台北花博公园问花节 这类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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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den 的朋友 这些活动不仅令细 Rot 更获得国外友人赞赏 成为花博公园 黏入zet具 cuenta 车带 因為我都很驚訝,我都很驚訝, 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學術, 而且是非常不同的,大家必須聽聽。 沒錯,我們華國才能非常有機會 在跟大家的合作, 我們都是對華國的業者 以及國民的社會能夠達福一起生活, 同時我相信你們也要實現看看。 華國公園也配合親戚舉辦各式主題活動, 包括春節 兒童節 母親節 父親節 萬聖節及聖誕節等活動 都深受市民朋友喜愛 參與人潮惡意不絕 週末假日更是街頭藝人表演的天堂 另外 為了推廣食農教育 花火公園用綠無底概念 將園中山足球場探台區 活化為天空農場 讓民眾在異教育樂中 體驗都市農夫樂 豐富多元的內容 帶給市民們精彩又愉快的時光 在經過這些年的變革與發展後 花火公園已經有超過上千萬人次到訪 不論是青年約會 朋友出遊 或是全家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樂 都能在花火公園 正在快樂的享受美好生活 裁判法園台北市衛展產業發展基金會 以成功打造結合幸福健康 藝術文化及創新創意的花火公園 是我們的幸福笑容 是我們美麗的力量 驅使著花火公園 繼續朝此目標邁進 成為台北市最美麗的全民城市花園 看完這個影片 應該知道 過去 現在 各位要加入花火這一塊 我們是要做接下來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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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那個 你可以看到花火以前的那個盛況 我必須先介紹 當然市長換了 我們那個基金會董事長呢 基本上都是現任的副市長代理 所以我們現在基金會的董事長是林青龍現任的副市長 那這個局長呢 因為我們這個影片是在去年完成的 那時候還沒有 還沒選舉吧 然後當然今天裡面也認識了我們現在才藝術的局長 那他們這些人是沒有 那時候沒有參與這個 我們的局長是有 就是那個林崇傑林局長 他在杜花組的時候做 杜花組的處長是有參與到一些的 然後他想建設 我們新生三館 各位一個人說 花火這麼大的一個議題 那我要怎麼 怎麼做 因為從明年開始 我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 是拿臺北市市民的納稅錢 是百分之百 我從102年到現在的三年中呢 是百分之百拿著臺北市納稅人錢 在做這些活動 我必須說 花火不是一個黑機關 是因為那些市議員很可惡 為了要活反面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看頻道的時候 那跟事實是不符合的 如果說我是出黑機關的話 那你應該好去踏拔那個市議員 你怎麼可以讓這個黑機關存在那麼久 還拿納稅人這麼多錢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必須真的對我們現在選擇的意義 代表的素質 非常的感慨 而有時候講這個人呢 竟然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這我也覺得非常感冒 但不管說沒關係 不講這些 我們現在就沒有問說 因為這是一個公共財 公共財要非常重要 你我 你的父母或未來你自己都會用到 那我們從明年開始是零預算 零預算 我先講一下 我們當時 剛開始成立裁判法人的時候 我們的滿邊是95個人 可是我們自己很有效率的在運用這些 這個整個場館呢 我們大概是65個人 我現在大概只有58個 因為我們預缺現在沒有 所以我那天在講說 也歡迎 maybe 未來你們畢業進入我們的部門也很可能 也對我們部門相當的了解了 剛好這次柯市長有說 讓我們自己自主 那也滿好的 所以我們明年是零預算 零預算 很可能像張蓉一樣 它也是一個零預算 開始怎麼去創業 我現在其實是有基礎的 讓各位開始創業 那各位知道 我剛剛花博這塊有設計月 還有當那個老外 那個以色列的那個老外 他在這個場域和講課 那是我花博會館 我的花博會館那一塊呢 將來是國發會創新創業的旗艦店 我們基本上是業主 像房東一樣 那當然這個政府跟政府之間 它是有一定的協助關係 那我們到時候也要負責管理 從這裡讓他們管理呢 我會有一部分的錢 還包括我租出去的 給麻吉的這些 那這些錢其實基本上 是可以offer我支付這些人史成本的 當然你們也可以上網或上億會網 通通可以後續如果要找我們這些紅人 然後夜市來個集會這些也都沒有問題 那你就必須告訴我說 我怎麼樣利用這樣的空間 剛剛人問我說 我這幫還有沒有空間 我當然有空間看得怎麼創造 那問題我還要講說 我可以擴大一點天馬行空大膽的巨像 我正要新戶口 我財團法人會展產業法產基金會 我可以像是台北實施整個的一個畫鋪 我來添加這個畫鋪 我要做哪一塊 那我不敢相信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配置 你必須把電子算不留 看我這樣是不是OK 比如說南港的平代工廠 好 平代工廠感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有點遠 可是五年後它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 因為那個剛才蓋一個流行音樂廳 我相信那個表演廳 在士林的表演廳蓋出來之後 士林夜區那個地方的風貌也會再改變 這是悄悄慢慢的改變 那我剛剛放這樣一個歷史 你可以看到這個軌跡將近一世間 將近一世間的一個花朵 那實際上在沒有花朵的時候 那整塊根本沒人去 雖然你說有足球團體去打球要幹嘛 那其實那基本上以前在蓋的 沒有十個笑話 美軍走的時候 那一塊就空下來 那大家當然非常成長 以前將美國實體足球留得的 所以後來有人就說 那地方蓋一個足球場好不好 蓋那邊好不好 其實也蠻好的 只是很可惜我們送單機場在上面 所以呢 我們前進就出過這樣的國際笑話 下面在嗶嗶嗶吹吹然後他在飛機上過去 大家就沒聽到那個哨子 所以這樣子的場地是不可以去比賽足球場的 所以因此呢 那個地方後來就變成像Mike Jackson 和Madonna他們來台灣表演的時候 是在天山對球場 那時候因為沒有小巨蛋啊 然後都在那裡表演過 可是幾年才來一次Mike Jackson 或者來Madonna或者是Lady Scott來這邊 很久嘛 所以他們的使用率不高 因此市政府就一在想 那後來要做花火 原本一定地也不在這裡的 原本是在關渡平原 但是關渡平原那地方還要徵充 台北去那時候沒有那麼多錢 而且你要知道現在老闆性的民意高漲 雖然有一些人後來覺得 北投或也許關渡那些人覺得後悔 因為你知道政府是拿了幾百億的資金 要去藉著這個event去改變那個地方 讓它繁榮 那實際上台北市從60年前的計畫 它應該是往北發展的 可是後來也因為政商角力關係 弄來出去 它竟然是往南發展 可是往南發展腹地就沒了 除非我們後續要把戲納進來 不然我們應該是往北發展 從台北市來看 那當然這是後悔或是說 任何政策決策它都是有一些原因的 那因此我們沒有去關渡那個地方去 當然你說因為有保護幹嘛 可是除了保護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 是可以跟師太一起共爭的 那總而言之是環固積極 所以因此後來選到了城市這個地方 也就創造了第一次這樣的模擬會 是在這個市中心 因此像包發展年前 荷蘭的巴爾米爾市的市長 那時候我自己來接待 下個月他們副市長又要來 因為他們要辦2020的國際畫會模擬會 要發起原先是這樣 那現在他們回頭來跟我們取經 因為我們實在是百年了 那那個時候Mr.Farber Dr.Farber來的時候 他也說台北市辦這個畫會 是50年來他們辦的最快 也有很多人一直來取經 那雖然講這些 對不起 這幾次都不會去世了 我們要看未來 我還是知道是盧士林預算 雖然你現在知道 我有基本的租金 裡面的蠻可以做 做延續成本 但是你不要忘了 所有的管 他都會有微顧費、積電費 還有看不到的隱形很多費用 那我裡面還有什麼清潔人員的費用 什麼換Event的 我現在零的話 我們就有辦法辦這麼多活動喔 那我自己要去創造 我自己要怎麼樣 要把它弄起來 你當然可以立足我畫我 或者你跳過我畫我 還有台北市什麼什麼空間 你發現的地方 那不要那麼放 他就發現哪一方有什麼空間 那要怎麼利用 那你還可以利用我的創新創業的東西 告訴我怎麼弄 也許你這個case study完畢之後 你剛好畢業 你就自己成立一個公司 就跳進來就做 為什麼我就說恭喜你選了我這個花園的Event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實驗的場所 看看好不好可以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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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這個場館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告訴我說 我必須講 我這個場館 如果什麼都不做 它本來就要上億的微顧費 上億 因為你不要以為說 我現在看這個花草 是想當然而 它就會理所當然的長得漂亮 No 絕對不是的 我們現在移民的重心比較在圓山 因為圓山離捷運站最近 那美術這一塊呢 剛剛各位有看到 有蝴蝶館 也有圓民峰會館 那蝴蝶館呢 現在還是我們館家 但是看到的公園綠地 是公園處在做的 那個你可以不用白講成本 因為那個我們在圓山 九泉街 以本 廣洋 太陽地山都是北邊 太瑞色 東南是靈馬 你可以分得出來 九泉街現在在花博這一段是沒了 那九泉街以南 現在我們這個圓山園區被化為是 會展產業的特定力努力 那不想上來 他們有另外一個想法 希望是變成美術二吧 但是這個都我們這個 這個case study是有關係的 那我只說我們現在要像個謀化 當然你可以很大門的去想 所以小巨蛋是不是也給我朋友 那我可以怎麼樣生活 怎麼樣子 就是凡是海外也是個公共空間 你都可以拿來大膽的想 但是在想的過程中 你要立足我這地方 我這地方是創新創業的旗艦店 那我這一群的人 我必須說我現在明年的預算 大概算起來 我可以的話 我大概可以養35個人 如果用我現在65個人來說的話 我得砍一半的人 那我要怎麼樣子去發想 讓我是一半人 或是我更多的人可以進來 那我是不是也要有更多的space 或是我創造更多的錢 能夠營運 我就是要拿零預算 我要幫海外市政府 有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事 我這樣子的解釋 有沒有人不清楚 或者可以現 到時候就過我 那我還要講的是 我這個space的創新創業平台 你可以進來 那其實你要知道足球場是非常棒的 我們現在夜樓的空間 基本上是全部充分利用 那另外我其中的西面 是我們現在的臺北會官 我整個是要給國華會 國華會會創新創業平台 它一定會碰撞出一些火花 一些化學的變化 那你說我還好都是space 對 我那邊還有農民市集 我農民市集weekend的時候 大概每天都有一兩萬元來 有問題 那我的訓練館 還有要出租給所有的產商展場進來 若也許會被財團法人 臺北市會南產力法院基金會 不了解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機關 其實他是一個財團法人 可是這個財團法人 是臺北市政府百分之百的資金重立的 我們為什麼城市會重立一個這樣子呢 也因為我們希望臺北市更國際化 可是國際化不是只有這樣子叫一叫 政府不帶動國際化是不可能國際化的 就像政府說 我們大家都講臺語不講英文 那你根本不可以去做國際接軌 我一直覺得從小學開始就可以多樣的 譬如越南文啊或講你是朝生啊 都應該在裡面開放 讓臺北自己去選擇 所以政府要帶頭去國際化 再來是因為 也因為我們國家的處境 雖然我們不是連累國會員 你看我們有100多個國家可以有簽證 那代表我們後面的管制力很強 馬政府在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琢磨 可是我們也知道 經濟部一直有成立一個外貿協會 一直在做我們新興趣化區的單單館 可是也許同學並不知道 他們那個展覽館也許你們還沒出生 因為那個展覽館已經久了 那展覽館剛蓋完的時候是全亞洲最棒的 但是一蓋完的時候大家就知道 Sorry已經不服使用了 但是因為我們一直處在內耗 所以後來就一直找不到地 直到後來 它反正現在又在南港蓋了一管二管 現在又要三管 然後有一些在新興趣化區不適合的就要退場 那你也可以看到各國不管新加坡、香港或者是大陸 每一個限制都在幹展覽 因為在做展覽會議 可以給國家帶來非常多的傷心 那臺灣以前電腦展上來是無戰凹頭 在全球前幾年 到現在也還是臺灣很主力的一個展覽 那那個時候的時候 臺灣也是有很多的飯店可能都訂不到啊 那你可以看到香港為什麼那麼小 它那麼有國力 它很國際化 它講因為它所有的售票都非常非常的便利 365天在香港幾乎天天飯店就是很客人 你看飯店都是而且很貴 那就是因為一直在展覽 它就轉接起來 那我們世貿這個地方展覽的時候 連我們公家機關的就是市政府下面的地下停車場都漲價 這就是演繫了很好的說明 所以會議展覽這個場地呢 不是中央國家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城市跟城市的交流非常明白、密切 所以也應該在一個國家裡面它有第二個也可以去申請 像我們去WDC申請的時候 人家老師也是都是看到冒鞋啊什麼的 終於有一支只有一個台創 台創也是經濟部下面外貿協會下面的 它也是台版法人 那我們希望它已經成立了超過20年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對台北市的一個重要性 配方手術更明顯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呢就面臨很大一個挑戰 就是要贏虧自負 台創起之後也是贏虧自負 台北市換財大儀 因為現在跟做這一塊 我們每年也是贏虧自負 我要怎麼樣創造 你可以如果對達利斯科公共空間有興趣 並非相聚也可以來發行工作 那我覺得對一個企業來講 假如你們現在把我當作企業來看的話 我有的是公家部門的資源 我肩負公家的一些政策使命 有一部分是不以營地為目的 因為沒有任何的一個這種國際性的活動 是免費讓民眾來看的 所以我們明年會考慮是不是要收費 可是那個時候的收費 它是不是還是Million people來 你知道嗎 像燈姐呢 我們可能不會這樣收費 可是我放花節稅季月的時候 我可能希望是使用者付費 因為我們在外面 國際看起來都非常貴 250塊可能不是台幣 可能是你經過歐元期價 但是對不起你還是回去看 那台灣真的是 它會是一堆雕母 我也是視頻 那隻雕母 本來就是應該使用者是付費的 那人要看怎麼分析 你要給 我要給人民或者給這個國際環境 看到什麼很優質的東西 其實這是我們比較要考慮的 那我現在面對講的 不能說是困境 雖然我有信心 我們是有信心看 是可以怎麼把我們在Upper提升 然後呢 讓我們的講會更棒 而且我希望能夠打進國際 當然因為我還是有官方色彩 我當然也希望官方的Leader 公司Leader很重要 當然國民地跟城市Leader也非常重要 城市Leader要有國際觀 要有一個Leading 我們才可能我們一個方向在 不然我們怎麼會能力他多 大家就自己在這個城市 自己小確信的爽 那是沒有用的 我們希望創造這個平台 去連結出去 那這個平台 你們一定要踏著公共門的平台 讓你們自己成功 預言你們的夢 好 謝謝各位 我先找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要先發問 你說 你應該這麼說 我們當時在成立的時候 我們第一年是拿了4020 接著基本上之前是六億多 因為中央政府有補助 台北市其實中央政府有補助 我們有被監附去協助花卉產業 可是你說台北市並不搶花 是中南部搶花 但是你知道全國中南部搶花 休最大的地方就是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最有消費 不管是不是建國花石下面這個地方 那我先這樣講就是源頭 所以當時農委會是編列了三年的補助給我們 那市中央政府現在成立有一個 他也希望我們未來是能夠在接受一個補助上面呢 特別琢磨對花卉業者這樣子的成員 那我們也確實在辦愛與分放國際花卉 花業的設計大展的時候 有非常大的迴響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請來赫羅斯的皇家御用 Buckless來插花的時候 你知道他回去的時候 他把他在台灣這邊表演的相關記錄 放到他自己的FB上面 竟然超過500萬的粉絲去點閱 那你要知道我這500萬 我去登塔標俄羅斯的那個什麼報紙這樣嗎 可能都沒有用 都不像他那麼有效用 這大概有守護官方很多難以想像到的 那因為本來我們這三年到期了 挪文會就不補助給我們 實際上20億 就要講我們兩億好了 21對一個台北市政府其實他比一年而已 因為台北市一年的預算 可能會2000億要花出來 要來繁榮這個或者建設這個故事 那只是柯市長希望像這樣子的裁判法人的機構呢 能夠自己制度 對我們來講其實是非常大的challenge 因為從來沒有 台北市有四個基金會 從來沒有基金會是全部募拿政府的補助 包括產業局發展的那個 同化會的基金會或者是文化基會 他們都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或者四十幾或者六十出口的這種 自不盈會的另外部分呢就是補助 我們不是 所以我們願意做這個challenge 那本來也是因為 公委會的錢就沒有補助 那市長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們也願意接受這種訪戰 因為畢竟我覺得我們是很專業的 根本沒有問題 但是我希望 我雖然對我自己很有信心 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那我希望能夠加入你們的創新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城市 怎麼樣推得更棒更有趣 其實一個城市裡面 我不希望台灣是剩下的 只是讓人家說台灣或是台北 窮得只剩民主而且是民粹的民主 這是非常會可悔的 我也不希望人家說我這個城市說 哇 台北最好看的就是人 人當然是絕對很大的溫度 然後因為我們是有教養的 我們是有溫度知道怎麼樣子 我們喜歡被人尖重 所以我們也追究一點 這個城市要貌 在台北市我們現在看到文化所 資產所保護的 很多的時候都是預計時代流下來的 可是實際上 我們移入下來 台灣以拉長的歷史連結來看 它就是一個殖民文化 不管是從閩南這樣子移民過來 或者荷蘭人來 還是西班牙西里斯 來我們這邊 很短 但是對我們都有 那個時代都有一段的影響 包括日本對我們的影響 其實我們現在也被美國影響很深 然後接下來我們自己在這一塊 現在大家也知道 八個小孩裡面 在幼稚園或者是小捷裡面 八個流畢就是外地的小孩 我們應該善待他們 因為他們將來可能會是我們最棒的大使 會去幫我們宣揚台灣的好 那我覺得這一塊 我們好像是同樣的改變 台灣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我覺得你們是我們 我們是站在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實力 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地點 是在全世界三大經濟強國的中心 我們是YES 而且這些語言我們都通 日文難不到我們 英文也難不到我們 那中文不要說了 本來是首文的名字 我們應該好好宣揚他 他再加上我們用了那麼多 東南亞的外島進來 他又會成為我們台灣之死 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地看看 怎麼樣子的寬容開放 尤其是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做不到的 我告訴你別的城市都做不到 台北市最先做的地下道 現在超過百分之九十幾 所以比早有點少 可是你知道地下道的這個設置嗎 這政治人物最不願意看 因為看不出政績 你看別的都很慢 真的都很慢 所以這都是要很努力去做 可是它又很花錢 那台北市到現在地下的短線 都還沒有成績好 這隨著花錢運不行那麼慢 它在下面有一個成績 我想這是公共很困難的地方 那我今天我們肩負的 你剛剛可以看到的 你快是100年的歷史的花朵 才有今天的樣貌 那我們很專業 我覺得我願意去挑戰我們這個人預算 那你可以想像說 我怎麼樣去去賺錢 我們其實平均年齡大概是32歲 然後我們的薪資待遇我必須說 我們的薪資待遇如果是臨時應聘的話 是不高的 因為這個都是零聘員員 如果正式進我們的大概都有32歲 32歲這個大學生來講 你不高 但是你是來學進的 你學進來就一定可以跳 那我的組長級的大概都有4萬以上 但它不見得是有研究所 或有你們那麼棒的學歷 或者這樣的經歷 你都可以來channel 假如我如果是零預算的話 零預算給我 那我所有賺來的錢 Of course 我當然可以去給我的員工加薪 我希望他能做成這麼棒的地方 我也希望你們有機會要多出去拍一看 因為像柏林他們給藝術家太好的條件 是不用錢的 你可以在我這裡住 我還給你住 因為很多藝術家非常喜歡到柏林 可是對德國很深刻認識的人 尤其在上一世紀 他覺得你們是非常隱性 非常隱膜 非常恐怖的一個國家 但是他不一樣 他的確是歐洲很強的大力 我個人是覺得我們比較應該 學習德國、河南或北歐 比較適合台灣 因為美國那樣的大陸是 他的自由我們享受慣 可是自由是一個非常恐怕的東西 不好用 沒有規範 那就是很沒教練 可是我們應該是有規範 我們要一次遵守 也要包含不同意見 不同的文化 我希望從創新創業園區 就一定會碰到 那在這中間 你之前也都跟我們講 他說要去泰國看 大家都不知道泰國 我們還是太陽了 千萬不要瞧不起別人 他國不是會隨著 沒我們高 但是我跟你說 他的英文能力不便於我們高 然後你去泰國 你去看 他那整個窮市 那個都市化 那個感覺的進步 是比我們講的 雖然他的節緣才兩三條 那你也覺得很不方便 人民國的生活 一步比我們差 但他們那邊快樂之處 比我們高 還因為你知道光漫 就將近有兩千家 有千家的飯店 不是像我們這邊 隨便把自己的住宅改一改 變得很好 像那種民宿飯店 而且他所有全世界 所有致命的飯店 全部都到位 再來西方國家 非常喜歡到那個地方去 他也很友善 然後他們做了很多創作的東西 也影響他們的 他們自己的本土 泰國設計師 在他們自己的地方也偏偏 其實他也只是大概五六千萬人口而已 不是說整個那個太高 大概六千萬 如果我們一起說什麼 他為什麼會成為設計中心 你看Vayoutree這個會掉 全世界的連鎖店 但是後來很轟很轟的 就轟在台語的Vayoutree 那只是因為美國的一個影迹 不斷地沒有看 就是那個演那個什麼 比如說已經在電影講了幾個光怪男生 叫什麼 大丈夫 對 他們就去玩 哇 紅的不得了 像他們那個Skybar Lotus的Hotels 你們上去看 哇 簡直是 台灣都很很很很 你心想台灣還沒有這樣子 所以你們一定要Open your mind 也Open your mind 來涉及我的畫的公園 因為我們還好 這支不是公墓金之外 你可以天馬行風的來 好 希望 因為各位的努力 包括我 希望能夠改變 公墓門他一定有他的天空 但是藉由我們 我們可以把一個東西落實 落實得變得比較好的地方 這怎麼說好呢 我只講一個比方 雖然台北市政府大概是三十年前 帶領一個地方 鼓勵移動很棒 還包括中國新作 那你可以看看那時候他的建設 旁邊氛圍那個石磚七樓和走道 那個時候你看覺得還不錯 可是實在是進度的 你現在跟旁邊 成品 星光 貴遠雄 整個連接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怎麼那麼爛 當時怎麼車道這樣做 我連那個什麼 為什麼殘養人 一定要走那個很窄很窄的那個道 為什麼他不能全部都是平的 這樣子平滑的過來 因為我們觀念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與時俱進 所以也有人說台北市政府應該簽證 要整個把它打掉 整個給雙列公司均用 台北市政府可以不要在一個 這麼驚討的地方 因為早期在台北市政府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們因為太少了 就在火車站後面 就在中山旅路旁邊 現在的當代的民術館 是台北市政府 後來不出使用 然後搬過去 那一棟裡面大概有七八千人在工作 那一樣 你說中國政府他們現在搬到南港 南港那邊快一萬人工作 那就把它全部搬 就是要進步 對 花博也是 這樣一百年慢慢慢慢 我們希望進步 也希望各位能貢獻你們的心智 讓我們這個城市更有活力更進步 而且不是只想到你們這個generation 為什麼 我就每次看日本太太帶小孩出去 雖然他們現在也不生小孩 但是他們可以化妝化得美美的 很優雅的 在那邊咖啡就把台這樣推出去 你知道我們公共部門有部分非常落後 我們連坐真正的電動車 就是買得起 我們那個馬路都扑子都扑不停 我們都沒有辦法用加拿大 或是日本的那種電車在馬路上行駛 當然也因為它是立貴 那這政府不是不能吸收的 也還是可以 那問題是我們人民的水準是不是可以到呢 當政府說你現在要用全部是那種化分 就可以丟掉的衛生紙 但是你現在衛生紙的費用 每一包要多一倍 你會不會叫 可是這樣可以讓我們環境改善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通過啊 因為沒有任意代表改 好 化妝這個地方我希望你能用一個創新 我們用我們的設計 用我們的創意 幫我們把社會問題做改變 我們這個都市還有每個人 才更有競爭力 你知道嗎 每一個都市你從哪裡來都會非常的驕傲 為什麼 紐約它怎麼會去參加World Design Capital 因為紐約 New York is New York 因為New York is outstanding 而且是怎麼樣 不是美國 紐約它不會說我是美國人 它說我是New Yorker 啊 討厭紐約人恨死紐約了 但是對不起 你就愛死紐約 我是很愛紐約 我覺得紐約好玩極了 我到現在這個年級還愛死他了 他有活力的一個故事了 尤其在朱利安尼執政之後 他整個西區的大阪就 我當時是看那個西區是不OK的 因為我在那邊是用很多 那倫敦也這樣子 我必須是用東方的New York在這 那人家說南非 南非的 南非的Capron Capron也非常棒 他們都是非洲的紐約 雖然我還沒去過 但是他得到世界設計之路 雖然那個都市犯罪率是40% 嚇死你 我們都不敢出去 甚至要帶保鏢 那那個都市很迷人 還在海邊 泡浪的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希望我們來共同打造 這麼樣美好的一個台北 又從跨國開始 那沒有錢沒關係啊 我們現在都沒錢 創業也沒錢 但是我要怎樣封守到 Project 把它拿進來 就是腦力極大 還沒有問題 你都可以 我完全不限制各位 你可以打電話來問 基本上我的官方網站非常完整 那我這邊剛好有我們的官方網站的負責人 黃水龍小姐 還有我們很棒的組長陳志穎 那你隨時想要什麼都可以給大家 因為我們是來協助各位拿冠軍 拿那20萬 我記得我當時年輕的時候 我為了要幫室友追一個電視機 我就去參加學過大專機器研究比賽 去參加台式 我現在講的年齡都不如 但那個時候 那個後來就 嗯 後來停了 然後前輪功當當 後來就 我們只是比賽到一半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停 總而言之內 那一場是拿冠軍 可是後面反正 就沒有拿到那20萬就對了 那時候不是20萬 那個時候是 但是不記得第一名就是電視機啦 那你知道在大家在外面 買一個電視機很乖 那去拿一個電視機回來 還蠻好的 大家一起學的 你們要有這樣子的 你們不覺得有 我有看到你們 能來參加的人 我相信你們都很有雄心壯志 想要do something 跟做些不一樣的事 我自己非常佩服 因為我跟班農 大家經濟系 基本上很多財大的 我們那個年代 大家真的先出國 出國也回答我們很不錯 因為 我們就是想年輕 趁年輕都看一看 可是老實說 我們那時候沒有那麼多的網路發展 我那時候要聽英文 大部分就是ICLG 之外 根本沒有那麼多什麼網路 隨手就可以看到英文 還是拿著隨口 放一個part 放一個dictionary 我到現在 我在網路上查字 我都很不習慣 因為你習慣 會一直拿一個檔格來閱讀 所以時代是不一樣的 但是不一樣 它的核心價值是一樣的 我們最後都知道 揮這個人 我怎麼樣讓人touch 這個全是讓人來 can you warm touching 這非常重要 如果你能夠touch 知道人家的需求 就會成功 各行各業都是公司 那你要實作 我甚至到時候都可以提供數字 我已經告訴你說 我那時候會 我有六十個人 大概年時間 要五千萬 那我五千萬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五千萬後 我是不是不能出一點差錯 我五千萬後 如果想要辦一個像台北燈會 這麼大型的國際活動文化 那是不夠的 我可以給各位一個參考數字 我不要講中央 中央因為每一年的國際燈節 都是輪流辦 去年只是在台中市 提供一個非常大的場地 所以辦起來像是一個Disney World 那樣的那麼大的感覺 在台北西的花博子場地 真的是最漂亮 絕對語音 中正紀念堂 國務紀念館 或者台北西人府周邊 感覺得要好 辦得很成功的這三年來講 我自己覺得是舌斑斑的一年 因為我們振著錢的藝術家老師傅 當然那年的錢也特別多 大概有八千萬 但是八千萬要知道政府 有些是沒有出資 是民間進來的 當然因為更多的錢會辦得更好 那今年我們其實 花燈並沒有很漂亮 因為我們使用了有一些舊的東西 但那個不是我辦的 不是我們辦的 基本上就是民政局主政 也許明年的話 可能會是不自然 或者是有關船去做 那這兩年我們引進了北京 去年是北京地壇廟廟會 今年是北京地壇跟廠殿廠殿廟廟廟廟 廠殿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北京非常有名的流理廠 那它也是世界申請事宜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它那個廟會有四百年 是更悠久的 所以他們這次來臺灣的 我們叫它北京文化廟會 它光在我們美術館 大概這樣的話 超過兩千五百 大概三千萬 因為這中間有很多的表演、活動都要算進去 那我們沒有去跟它算說它的收入是怎麼樣 那這只是一個大型的活動 那你在這裡面看到我的國際的花會花一整 大概都是一千到一千五百萬的活動 我大概那樣的活動會搬到十天 可是我是忍收入 因為我們全部是背著社會的政府的政策 在做這些事情 那我也是因為拿國家的錢 所以我們也不能賺錢 可是從明年我們很開心 我希望能賺錢 但是對我來講 也非常challenge 我知道有多少人願意去掏錢來看 而且這個定位定價有多少錢 你當然也許你們可以從這個方面來告訴我 我一定會說 我每年這幾百 我其實出租率是超過百分之八十的 這大概在全世界來講 絕對是數一數二 出租率強的 最重要的因為我的償款的租金是比較低的 你們上去看 都可以看不到你們的各個的價格 價格也好 然後他們都會拿不停 那當然我在測展的過程中 進場費是一個 那展場的時候 展覽的時候是一個費用 還有測場的時候 跟進場的費用是一樣的 當然它有一些 它畢竟是一個輔修廠 那我中間蓋了一個非常大的臨時建築物 它這個建築物意外的 讓我們這貴展基金會覺得超級好用 因為這真的很棒的一個場地 那我們在這裡辦過非常多國際活動 有什麼樣的國際活動 你隨便找不到 都可以找到另一名 就這三年 光看這三年用很眼花有賴 因為三年前我已經花圍完會這個事 不太可能再回來這樣子 那這三年都是我們自己辛苦的營運了 請說 請說 市長 像叫你長期的營造 方國現在是不是要貨協需要換協獲利 我應該講說 我們當時從來沒有講要獲利 因為我是監獄政府的政策 基本上不以營利為目的 而且我還租給各個廠商 還不是用競標 大概我們就看它覺得比較符合我們的功能 那我們經過審查委員會的評分 評委他們再來看是誰得標 通常都沒有很高 那明年如果從零預算的壓力下 YES 我們的獲利當然要被討利進去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比較怕是 我現在本來就有現成的房客 那我跟Maji 我一年可以收她六七百萬吧 那六七百萬怎麼可能 那我還有展場的出租 我們其實從七萬多一天 我們已經講過兩個次 到十一萬多到十八萬多 我們明年會到二十萬 因為這個展場跟世貿 我還是只有他們的可能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站 可是當然規模是不一樣的 但是所有很多的展覽 它的規模並不是像都是 像台北電腦展 汽車展那樣的規模 它還有很多中小型的展覽 它就不適合 他們自己都會找來 老實說 因為我們做的也有口碑 他們自己都會找來 所以我們的出租率都可以算得出來 那只是說我後來我要怎麼活化 我甚至Focus各位在創新 如果我有像端榮這樣 端榮知道從我這個路口進來 我哪個地方空間還可以用 那他說我來幫你怎麼創造 或者我可以跟你怎麼拆帳 你都可以想 我完全沒有學議題 那也許那時候你就會成立一個公司 後來就來跟我們立了一步一步 你現在是在幫我 是在做進行 我當然有我們自己的按部就班的做法 那我希望有更多你們的創新放進來 讓我們更有活力 其實現在來我發博園區的 最多的是親子三代 我其實是蠻感動的 我剛剛講說我看到一本人 年輕的 他可以媽媽可以化個妝 很悠哉的推小孩子推車出去 然後逛逛就他可以 我想在台北裡 大概你必須要有個車 然後直接開到新計劃去 新包百貨公司底下 然後才能很悠哉的 在這附近走天橋逛這逛那 或者其他地方 你要連大包小包 你光搜過這三家 你這樣走來走去 你就會覺得不OK 因為太不方便了 太累了 然後我在上下公車 簡直把我累溫了 算了 你們就給我待在家裡吧 可是我發博園提供這樣一個場地 我有零到六歲 社會局在我這地方 弄了一個台北市 十二個行政區裡面 最大的親子館 我們也有跟他們收錢 只是公家裡公家收非常少錢 還有WDC的長照中心 和整個府居中心 我們有台北優惑村 整個是衛生區在我這地方 那我也算是他們房東 其實他們也是 因為我們是員軍 而且隔離 那WDC的這一塊亮眼長照中心呢 他的期間是放在我們這邊 任何企業做 他都要break even break even code 我可以怎麼樣的創新 讓他有趣 讓他更好 那你也可以很大膽可以說 我不要你欣賞 我也不要你美術了 我就營運你 你也可以這樣提出給我 你的利潤如果你要怎麼寫 OK 因為實際上 對我們來講 你爹管非常難出租 它是一個 也是這樣的情緒 但是它是半夜 半夜有空的路間 冬天還好 夏天太熱了 那我就必須外裝外掛冷氣 好 那光去租這個冷氣 其實有很多標準 又沒辦法 那這就是我們可 我們在改進的地方 我們打算把那個租金死亡下降 那圓民風味館是因為 市政府已經撥給原住民那個原委會 所以我們先不管這個地方 他們自己去營造那一塊 那在新生園區的新生三館呢 我們沐小館已經復鎖了 那後續在這一段時間 up to go 的 就是應該大家都知道 說配合這個米蘭市國 up to go 後續呢 會在這裡做短暫的展覽 那當然這也是配合市政 基本上我們是收到錢 我可以感覺到就是收到錢 因為我們市長都會捐錢給他 那你要知道 船館它需要營運的 你大概會不會想像 我一個花博園區一個月的水電費 要三四百萬 那是很恐怖的 然後我們貼士館是有跟人家床的租約 比較沒有問題 那我的頂藏植物園 頂藏植物園 我們今年還會持續的開放 可是頂藏植物園呢 它本來就是非常花協的地方 讓人力進去 如果我還要解說的話 都要配置 當然我可以委外 委外你要有錢啊 包括我自己來啊 我自己來也是要有人啊 我還有機器人管 當然你也可以告訴我說 好 那我的 project 裡面 我都不要這些管 我們就把它全部出租給別人 找專業團體去全接 也OK 所以我是很 open mind 怎麼樣可能都OK 你就去弄一個這個給我 那你會覺得的話 超級 challenge yes 我希望你做完這個以後 你對我花博 還有對我創新創業 這個路口都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以後 你就會知道從哪裡拿資源 幫助你自己人工 好 我現在講到這邊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請說 我有兩個問題 就是在網路上的畢業 關於你們的體驗 第一 主要是說 讓花博成為搭訕的原本使者 然後下面你說 有一些商業品牌 然後他們 你們下面說要遇到 創新產業提升產能 那這樣來說 是不是 我們在做這個的 目標是以說 讓花博成為一個創業園區 你們只是想要把它達到的 這樣的一個命運 或者是說 其實並沒有要這樣做 因為剛剛聽你講很多可能性 其實是 其中沒有很強調說 一定要從你的創業園區 或是提供上去 這樣子的感覺 我應該這麼說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YES市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說 國家的國發會的創業創業園區 它就在這裡 我跟各位講說 因為我們這還是一個競賽 那你還是要學具體的東西出來 可是我明年零預算的時候 你必須務實地先讓我收支平衡 然後我怎麼樣才能賺到什麼錢 那當然就是你的創意創業 我這個地方當然是這個 創意創業園區是入口也是平台 你也可以把我打造成是 我是一個創新的creator 我現在回答你了解 因為我現在有疑慮 你就可以看到我以前2010年 漂亮的盛世 阿婆會後 他沉寂一下 後來我又把它活化 活化了 我現在其實就是可以break even的 那只是說 我要轉成創業創新園區 那這不給我錢了 我又要去upgrade 我又要變成這樣子 可是yes 我現在已經是 因為六月份 我們就會跟國發會 我們之前已經簽了 現在就是要證實的簽名 他們就有一些錄珠進來 當然你問我說 那你們發會員去還有沒有空間 我說當然要寫絕對有空間 這麼大 4308公頃怎麼會沒 我花火光源下還有20.8公頃 那就是看我們怎麼去打造 所以他會是創意創業創新園區 因為我們這個team 做過WTC 也做過花火 那接下來我們也是做市任的 創意創業創新園區 這些其實是在我產業局底下的化學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個東西 把它灌到文化國也OK 灌到你自己的創意也可以 這整個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園區 不過等於是一個旗艦店 我還有第二個問題 你說 那我們在討論可行性的時候 有不必要把一些法律 或者是政治上面的想法 那樣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是要的 否則有一部分我是違法的 那有些意思 那如果是想法律 大概是什麼比較相關的 我現在不想這樣子來分解一下 因為會扼殺了你的創意 既然市長說可以給我零預算 因為從來沒有零預算的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願意去挑戰 他要零預算他就要對我奢華 我之所以之前不是沒賺錢 是有賺錢的 可是我一毛錢都沒有留在我花火園區 是因為我們跟政府有行政契約 那些錢就是直接進事故 根本不經過我們 假如經過我們的話 他就會不一樣 我會把每一分錢再create 可是現在這個錢就直接進事故 就沒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create 那當你在提出這些案子的時候 OK啊 你就去提 我們自己就要去說 我們要把這個行政契約 看這個法案 向到說你就要我free吧 了解我意思嗎 在沒有 在這個法令允許下 you're free 因為你沒有零預算 我來一個幫市政府創造這樣 比你去BOT幹嘛什麼都好 對 好 他也沒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所以我要請端榮來講他那一部分 一定要好好把握 來這個地方會非常有意思 好 讓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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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時間之後 再就是開始討論 然後討論 那時候我可能等一下會帶著大家去想一些 就是這個東西的問題怎麼想 那現在的話我先分享一下說 因為我這一次原本提供的主題 是告訴大家說 串聯為什麼重要 或是為什麼要打懸架 那我還是想要先分享一下這個主題 就是跟我覺得大家要學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溝通 就是溝通 是一件操作到的事情 好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我會下標打懸架的世代 因為我覺得在我們這個年紀 然後我們很多人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那可是你可能可以稍微發現 就是不管我們的教育制度還有什麼 讓大家今天早上有很多對講師有提到 我們常常都是一直以來就是是競爭上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跟別人潛在的那個潛意識 是存在的競爭關係 然後就是好像比較少 就在我們的訓練裡面 我們很少主動跟別人合作 所以可是事實上就是在外面的夜間合作 就像現在講的 其實有時候你透過合作 你才可以把一件事情 就是集結各方的力量 然後做到一個人有辦法做到的事 那我很喜歡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社會就是很像一個村莊 這個村莊很特殊 我覺得他缺水 沒有水 他的水源在一個五公里的 不是 差不多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所以就是每一次都要很遙遠的去拿水 那當然他們就發展出了一套制度 可能就會有人去挑水 然後就是拿到村莊來 所以這些水就可以變成他們的貨幣 有人挑水回來就有人可以去就是工作 或是用他的勞利用他的智慧去換水 所以每一家都這麼多的水 這也是一個還不錯的社會 對 那就很像我們現在的社會 可是如果團結呢 如果串點他可以做到什麼事 就是大師覺得這樣很正常 可是事實上呢 為什麼這些人有建築師 有頭腦的 有力氣的 大家沒有辦法去想一辦法 從那邊直接把水源引到村莊裡面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他會一起集資公益 有沒有可能用什麼機器 用什麼地下水 或是有人會地址的用什麼方法 讓水源直接在他的村莊裡面出來 這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解法 可是如果只靠一個人 那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現在講的串點概念 其實是透過大家各個不同的力量 去達到一個有一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這是我覺得這個時代很重要的一個技能 那要跟別人合作 就是如何開啟合作就是一件事情 那先意識到合作的重要性 就是他可以帶你 你到哪裡 這是一件事 好 那所以呢 要講要合作要串聯 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事情發生 就是什麼是溝通 我覺得在合作裡面 唯一一個就是超級重要的要素 就是溝通 就是你沒有溝通 你要怎麼跟別人合作 就是溝通這一件事情是什麼 那大家會覺得什麼樣 溝通的定義是什麼 有沒有人要回答一下 互相交換彼此的想法的目的是 然後 對 我覺得溝通的第一次讓事情發生 我們跟誰 假如說我們跟父母溝通 我們去溝通某一件事情一定是 我其實心裡有一個期待 或是我覺得有一個方案我想要去做 那環境是怎麼樣 所以我去做溝通這件事情 那我去交換他 我去了解他在意的事情 我才有辦法找到我們彼此之間的共通點 然後我們才可以找到一個方案 所以這叫做溝通 對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 就是我假如說交換彼此的想法 要交換這個動作 讓事情發生 它才是一個有效的溝通 不然你假如說我今天我就講 就假如說我去看 有辦法跟你講話 你覺得這叫溝通嗎 我們不會定義那叫溝通嗎 我們會稱之為獨白 然後自己再講 我們會再聽 對不對 這一樣的我們去跟別人 去抬一個合作案的時候也是一樣 什麼是溝通 你要讓事情可以發生 那你有沒有辦法訓練這個能力 其實這個能力可以被訓練的 你有沒有辦法在別人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就開始去找 他要講的是什麼 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他的整個情況是什麼 我能怎麼樣做 我原本去的時候我是不是很接觸 我去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不是說每件事情都有目的性 而是你清楚清楚你自己的價值 你的優勢 而且你可以帶給他什麼 就是這一件事情 所以必須很清楚 真的你才有辦法做溝通這件事 不然就是聊天 不然就是獨白 對 所以這樣的事情發生是溝通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溝通的終止這樣子 那溝通裡面有幾個比較實際的要素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覺得蠻重要的 那大家那個 你們是台大有一個老師 就是有開溝通的課程 我覺得他教得很棒 那個鼓鼎幫老師 那裡面也有一些就是概念是他 就是這邊 就是之前上他課的時候他教我們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例子也是 所以如果他現在還有開課的話 很鼓勵就是如果有太大的學弟妹 可以去修一下他的課 就是你會可能更多練習溝通的機會 因為他可能會用更互動式的方式講 那我去 我現在講分享的這些是 我聽到我覺得很有感觸 然後我也覺得很受用 然後融合我自己的例子 然後再跟大家講講 第一件事情是確認問題 就是當像剛剛很多人 剛剛聽完了這一大堆 就是有沒有 剛剛拋個工程的所有處境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馬上確認問題 有沒有辦法馬上回納出 所以我們 我只是舉例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情況是一個 我們沒有預算 可是我們要做到500萬人士 然後這個需要賺錢 那請問一下就是說 以目前的就是展場的收購費用 那可以大概是總金額是多少錢 這筆費用現在是進市府 以後可以直接進我們這邊嗎 那需要賺錢的話 像這樣的費用是不夠 那你就可以問很多的問題去確認 所以要的到底是什麼 就是然後這一筆錢 我們現在想的創意提案 是想創意可以達到那種創意生活 然後加上可以賺到是5000萬的目標 還是是我們現在賺的 本來就有賺一部分的錢 然後他離5000萬的 表示說有個距離 我們是賺的目標 所有的這些問題 剛剛大家有想到嗎 不過有想到就是確認問題 他講了一大串東西 你怎麼理解 你就回問一次說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那我們來做一個小測試好了 現在這邊有幾個就是問題 不理 可是我會給你們回答 好 這才是一個連續的問題 那等一下 我那個講稿 好 那我要問大家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要怎麼把一支場解都放到冰箱裡面 有大家聽過這個 大家都聽過了 有聽過的舉手 全部都聽過了為什麼 所以這三個問題大家都玩過了嗎 有玩過的舉手 OK 好了你們都知道 就是我要講個東西了 就是 你們很好奇 還有 還有人沒玩過嗎 舉手一下 OK 還是有人沒玩過 那我還是講一次 那我就盡量不要花太多時間 那第一個問題是 要怎麼把從檢戶放到冰箱裡面 請沒有玩過的人回答 沒有玩過的人回答 有人要回答嗎 有人要回答嗎 聽這個答案 好 聽這個答案 還有其他方法嗎 會 我只有30秒 所以我要聽到五個答案 解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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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人有其他方法 打開冰箱 什麼東西 打開冰箱 對 針對打開 還有其他方法嗎 好 我剛剛說要怎麼辦 意志上提如放到冰箱 要如何 要怎麼放 所以其實就是打開冰箱 就可以放進去 可是大家會注意到的是什麼 如果你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其實會注意到 場景度那麼高 所以這冰箱是不是要很大 不然我是不是要把它解體 還是什麼 可是我其實只要把它放進去 所以就打開冰箱可以放進去 好 另一個問題 那個獅子王很愛嵌 所以他就是 他也很喜歡炫耀 所以他每個月都一定要召開一個 就是大會 那寵物的動物都會到 可是這一次學習的一個人是誰 有人要回答嗎 有一個非洲的河裡面 叫一個非洲超級寬的河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鱷魚 那這些鱷魚從來都沒有吃飽過 所以你一進去就很可能會死掉 那幾乎都沒有任何的生物 可以過到河的對面 那有兩個旅行的人呢 他今天在河的東岸 兩小時之後發現有人發現 他們出現在河的西岸 請問他們怎麼過去的 請問他們怎麼過去的 對 有過去了 喔 為什麼沒有被死掉 對 鱷魚去參加大會 所以呢 當然有的時候有聽到 有時候沒有聽到 可是是不是就會發現 很多時候我們會犯兩種問題 一個是偏聽 就是你聽到你想要聽的 像唱節目 你會覺得你想要聽的是這個 所以你騙聽了 或是你會補白 就是 或是像假如說 我前面也是說 這三個連續的問題 跟我講得太用力了 就是我如果更薄薄的帶過 可能大家更不會 把這三個問題連在一起 所以其實第一個 是你要聽別人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那第二個 就是你要知道 你自己會犯什麼錯誤 其實就是我們的大腦 會自動的去騙聽 聽我們想要聽的東西 第二個是補白 別人沒有講的東西 我們把他補進去 所以最重要做公討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可以換一句話 馬上的跟他確認 他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很複雜的問題 你就一個一個拆解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拆解成一個一個的細項 好 那第二個重點是同理心 同理心剛剛我講過 大家都有聽早上的那個嗎 懂嗎 好 欸 有人沒有聽嗎 可以舉一掃網子 好 大家都有聽過了 所以就是同理心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可以分成就是情緒 就是跟正確的立地 像我早上講的說 從需求出發的時候 就是你必須去看見他真正的洞見是什麼 什麼叫洞見 就是需求是說他需要什麼 那洞見是你觀察到了他需要什麼 需求是我說我好渴喔 你有給他水嗎 對不對 因為你覺得他需要水 可是他其實他的問題是 他好渴喔 甚至你要問他為什麼好渴 那你發現他是 運動完你就給他運動一條 那也是可以的 甚至可能更好 所以你就可以問其他的問題 或者你就可以給他其他的方法 就是需求跟洞見不一樣 是需求跟他講出來的話也不一樣 講出來的話是講出來的話 你可以用仿問跟觀察跟體驗 去歸結出洞見是什麼 就是你覺得他的需求是什麼 那需求是什麼之後 你再歸結出一個洞見 那他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那這樣子聽起來好像很模糊 所以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小例子 有一個人他在沙漠 他就看到一道很高的牆 然後這個牆看起來薄薄的 然後他快渴死了 他記得有人跟他講過 對面就有綠洲 那這時候你現在一個人 你會做什麼 問他有沒有水 沒有 不是啦 這個問題沒有連累去 不是啦 就是他現在沒有人了 就是他現在一個人在沙漠裡 他快渴死了 然後看到一個牆 一道牆 好 跳過一道牆 是一個方法 對 那像其實沙漠也是在於 像假說今天 如果要問這個問題 你要分析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OK 他在沙漠 他身上有背什麼 然後 就是他有什麼裝備嘛 對 那沙漠的環境是怎麼樣 那像剛剛講的 就是那一道牆很高 很薄 或是什麼 很形態是什麼 然後今天 你有想到哪一些方式 假如說你今天想到的是說 如果他 我剛剛提到的那一道牆很薄 所以有人可能是說 我把他打破 你可能就會把目標 放在打破這道牆 你可能就不會 那你就會一直記得 喔我要打破這道牆 那我身上有沒有鐵錘 喔沒有鐵錘 我要去哪來找 什麼些人這樣 可能你就會一直想辦法 去打破這道牆 可是你可能就不會想到 其實你也可以爬過去 你也可以跳過去 你也可以就是踩駱駝 或什麼班 什麼東西過去 就是你如果定錯 定地就會差很多 你今天目標定在 我要打破這道牆 跟你目標定在 我要到對面 就是完全不同的目標 所以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跟別人溝通 還有一個重點是 或是你在想一件事情 解決方法的時候 還有一個重點是 你要可以看到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 或是你要然後第一個是你要看真正的問題 然後真正的問題有兩種可能會蒙蔽你的方式 一種是就是別人講可能這些別人講出來的話 或是別人講出來任何東西他帶著他前去上考量 以至於你訪談或是你問東西的時候 是問不出來的 就像我不知道你們之後會不會要做創業家的訪談 可是如果你要訪談創業家 你要找到他害怕什麼 不然你問他說 欸你們缺不缺什麼東西啊 他會跟你講不缺 為什麼他可能想 假如說這個人個性 他想要顯示他的承諾 那你可能就問不到他需要的東西 所以就是才剛講的 可能很多人在講話的時候 他是他有他的一個狀態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這個狀態 你才有辦法模擬他的情緒 所以你才可以辦法看到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用訪問觀察體驗 這是在那種不同程度的方式 去了解情緒的這一點 那你就可以把情緒這一點的東西 考驗進去更容易看到真正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解決什麼問題的 這個定義要夠清楚 那你的你一定的東西 一定的目標要是一個 比較就是應該說差別是在於一個是方法 一個是結果 可是大家很容易把結果 對方法當作目標 可是事實上我們應該要定解過 就是意思是說 除了剛剛那個搶一個例子以外 就像大家曾經有想過創業嗎 那你是不是有很多時候 假如說我現在在用手機 然後我手機很長沒見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現在有一個什麼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它可以放在這樣子 然後拿著 而且很輕 我知道我最近有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我常常都覺得那個 我照片的記憶體不夠 然後就是照片容易滿 然後照片滿之後開得很滿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 我照片看到一個很不錯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插進去 你就可以把那個資料讀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就會想說 如果那時候還沒有這個東西 我可能就想到 有這個東西多好 就是你可能常常都會想到說 看到一個事情 你就想到說這個方法 如果我可以有一個這樣充電的東西多好 然後如果我可以有一個把資料讀 就是我如果可以有一個那個 插這裡的那種USB帶有多好 我們想到的都是方法 就是我們常常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方法 對 大家的心裡面創意點子 是不是也常都是一個方法 我看到什麼問題 所以我馬上就會想到說 如果我可以這樣解決的話要滿好的 然後你就會把那個東西 當作你的珍寶 你就會想要去執行這件事情 可是事實上呢 你想要解決的問題再多想幾次 你想要解決的是 你的手機的容量不夠 或是你想要解決的問題是 你的電視的續航力不夠 例如講說你想要解決的是 就是Apple很容易沒電好了 或是像手機 之後起手機很容易沒電的問題 那為什麼一定是一個附加店員呢 像現在美國很多新發客都有 你就是把手機丟在那邊 他會隔空充電啊 他有啊 就是他有一個電視波那個東西 在一個區域裡面 你把手機放在那邊他就直接充電 就是是一個隔空充電的改變 我不用帶任何東西 是到處都有充電站 他甚至以後未來應用師 只不過對人體確認沒有傷害 我就走在路上 到處都來通充電 是一個隔空充電的概念 如果你想到的是 你的智慧型手機很容易沒電 所以我要想辦法解決它 你可能就想得到 隔空充電的idea了 可是如果今天是想到 喔我想要輕薄的充電器 就是補充的那個充電器 那你可能永遠是往那個方向想 對 就是這個是說 我們在想問題的時候 很容易去想方法 然後我們常會把那個方法視為唯一 可是事實上我們應該要把目的 才會是我們的唯一 那有什麼任何的途徑可以到達這裡的 都應該要去想想看試試看 所以這也是就是大家常會出現的盲點 包括我也很常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知道自己就是人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就是天物 或是想事情的都懂 然後我們就可以更注意我們自己在想事情上的偏差這樣 好 那除了這之外呢 就是還有一個是假如說 這個是我覺得也還滿重要 然後我自己超認同的 可是跟剛剛講也不太一樣 就是你如何讓別人容易跟你合作 大家覺得有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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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出善意 事出善意 就是微笑嘛 對 這是一個方法 還有嗎 遺體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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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講有邏輯的話 可是如果講有邏輯的話 你遇到那個 就是我剛剛在上午舉例的 你媽媽說 就是出去那麼晚還不會講 因為朋友說 就是假如說你跟以前有沒聯絡 他看到他的照片 就是超不爽的 那你要怎麼遺體服他 對 就是我們生活中 我覺得遺體服人 這也是我的 這我學超久的事情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是一個理性思維的人 所以我以前完全很難 我不懂為什麼我媽媽講出來的話 我完全沒有邏輯 就是 然後不是我不懂為什麼 會有這些東西出現 可是我後來我現在全部都懂了 原因就是 你要看見他的興趣 就是他真的在意的是什麼 像假如說 再舉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好了 都我覺得這樣 可能都比較好理解 就要假如說 你跟就是 A女出去 就是你有女朋友 然後你跟你的A女朋友出去 你的女朋友就 就是 沒有很不爽 可能你跟B女朋友出去 然後他就超不爽了 然後他就一天到晚 跟你講說 他超不爽 但是就臉很臭 那你這時候你會怎麼處理 就不爽了 他就一牢就 沒有他就移毒不悔 他就 他就 他就說 沒有啊 沒有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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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覺得很快 你會覺得很困難 那你會覺得很困難 很困難 好,就是這個時候呢 理性思維的人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先分析一下你的情況 就是分析一下情況就是 我跟A女除去他不會不爽 B女除去他會不爽 那有什麼客觀因素 發現A女長得比較醜 B女比較正 然後A女跟生活圈比較遠 是高中同學看見起來很正常 B女是一個大學同學每天都見面 可是你跟女朋友沒有每天要見面 那你現在可以分析出問題在哪裡嗎 好,其實不是A女跟B女 誰比較正的問題 是她沒有安全感 就是針對問題就是出在她沒有安全感 你今天剛剛他解釋在公司說 就是你看魯耶 他就真的是朋友啊 他還是一樣會不開心 就是你不管再用力告訴他 他就是一個朋友真的很正常 他可能還是會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去照顧到她的情緒 你沒有看見真正的問題在於 她沒有安全感 所以你如果看見真正的問題在於 她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你就可以針對這件事情解決 那怎麼解決? 就有很多方法 像是你就常常賣她 欸?我現在要去跟朋友吃飯喔 然後就是每天賣一下啊 一下她可能就開心了之類的 或是你就用很多方法去解決安全感的問題嘛 就是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就情緒跟理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太容易在跟別人溝通或合作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要用力說服別人 然後這有的時候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沒有辦法看見別人的情緒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溝通 真正的溝通是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讓事情發生 所以一定要避得自己 如果可以訓練的話 去看見別人的情緒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你才是一個很容易用理性去想別人事情的人 你就可以試著去想再多想一層 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不可邏輯的推論? 你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好 那還有剛剛後面那個人 讓別人看見自己的能力 讓別人看見自己的能力 是一個方法 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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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可以講到吸引對方的點嗎? 對,我比較容易看見自己的能力 還有 就是傾伏他想要表達人情去證明對方的能力 好,所以就是如果想要跟別人看見自己的能力 你可能也要讓他感受到被尊重 讓他願意講這樣子 對 好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覺得是人前人後都一樣 這跟誠信不一樣 誠信是說我答應你的事情我一定會做到 我對外是這樣子 誠信也很重要 可是人前人後都一樣 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做什麼事情我很容易怎麼樣 我讓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我喜歡某一些事 我不喜歡某一些事 像或是人前人後都一樣 好難舉例喔 就是像假如說 你很上場做某一些事 像你很上場做這件事 然後你其實很挑戰作弊 或是你很喜歡某類型的人 你很不喜歡某類型的人 其實如果你可以保持人前人後都一樣 你可能會擔心被別人貼標籤 如果你擔心被別人貼標籤 而不停的變換你自己的時候 其實反而別人會很難跟你合作 或是你擔心被別人貼標籤 然後你去就是盡量的贏和他的時候 反而會很難跟你合作 因為為什麼你有可能造成 就是當天他交給你的任務 他不知道你到底是不喜歡 因為你表現好像都差不多 可是事實上你可能很不喜歡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壞處是什麼 就是說他可能會去壓縮到 他可能會去壓縮到 你可以把你原本喜歡的事情做很好的時間 那再來就是說 人前人後都一樣其實是一個 如果現在當然是獨立的個體啊 我當然不是說你如果是在組織裡面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我說現在當然是獨立的個體 可以自己做判斷的時候 人前人後都一樣有什麼好處 就是今天我如果要跟你合作 我不管從誰我都知道 你就是一個什麼樣怎麼樣什麼樣的人 就是這個表情沒有不好 因為如果你表現的就是你終止了自己 就是我可能對於文化藝術領域的人 我就是會特別照顧 我可能對於什麼東西的人 我就是怎麼樣 我對於什麼我就是怎麼樣 那他知道我的篇號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我有舉比較實際的例子 像我認識的設計師 他是對於文化藝術領域的案子 他收費非常的高 可是他對於有趣的案子收費就比較低 因為他想要鼓勵這些人 然後他也很喜歡參與有趣的案子 他就表現很明顯 就是我就是超貴 可是如果你案子夠有趣 我可能會用便宜的方式來做 那他這個東西一貫的建立下來有什麼好處 就是他的東西品質很好 所以他貴 那我今天就是一個商業案 然後我就是想要做 我就是直接給他做 然後我今天如果是像講說 他喜歡的這些藝術的類型的人 也全部都會去找他 因為他就很厲害 可是他就是表現 我就是很照顧這群的人 所以大家就會拿案子去找他 然後就是看他有沒有時間接 或是夠夠去或是等等的 所以他就可以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去告訴其他所有人 他在做就是他想要做這類型的案子 因為他就是已經從頭到尾 用他的形象去累積出來 別人對他信任感 跟知道他喜歡什麼 所以在別人在跟他合作的時候 其實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就會把一些他不會有興趣的東西 在其他人做 照他會有興趣的東西給他做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不知道會不會跟大家 那個生活可能差比較遠一點 可是簡單來講就是 人前人後後一樣很 就是可以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 讓事情發生的方法 因為你可以表現出就是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不喜歡什麼 那別人也知道什麼事情該找你 什麼事情不找你 然後除非你現在想要學習什麼 你現在想要學習什麼 就講說我現在想要學習什麼 就好啊 就是像假說好 我就是一個很愛遲到的人 所以如果是 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這樣的缺點 那可是像我是一個 假說我是一個說到的事情 我就一定會做好的人 我可以講出去的事情 我就會做好 那我是一個別人來 少什麼問題來找我的時候 我很容易用他的立場幫忙 就算這個東西會危害到我 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的行為從 就是從我讀書時期到我現在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致的 那所有我的任何的生活判斷 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在別人 也在顯示別人對我的信任 所以今天 甚至我不認識的人 都會來找我合作 有的時候是因為 因為別人的一句話就說 反正他接的事情 他就會不會給你出包 那如果你要以為他演講界的那個時間 你要看他講說 你幾點是一定要到 就是他就是等等的 別人會知道要幫你注意什麼 不要幫你就是 要就可以找你做什麼 不能找你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太害怕去表達自己 尤其在學生的時代 就是我也會覺得說 好像所有的優點我都要有 所有的缺點我都不要有 就是覺得這樣才是一個好的人 可是我會覺得有時候認識自己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如果就是 就是這題講他很久 可是基本上就是說 我會覺得 你的優點有可能就是你的缺點 像是如果你是一個非常的有創意 然後就是非常的會想很多事情 還有邏輯 然後可以分析大方向的事情等等 那也有可能就是假如說這是你的優點 然後你活潑等等 那也有可能這個東西相對的 你可能在有一些detail 或是你對於做繁瑣的事情 做列表式的重複性的事情 你會很不耐煩 就是所有個性它都是一體兩面的 就是你擅長做什麼 相對的一定會有這個個性 像你比較不擅長做的事 像你可能非常的細心會規劃很多的事情 然後可以把它做得很detail等等的 可是你可能對於另外一個方面 你可能對於有些事情 你會不太敢做決定之類 可能就是這些偏向都是會 稍微是有一個對立的關係 可是你也可以透過訓練 讓你兩種才能夠具備 這是OK的 可是我只是想要高大說 個性沒有什麼好或壞 你開朗的人就是 就是 就這樣 就像那種男女關係 你還喜歡這個女生 就是很活潑、大方、開朗、樂觀 那你可能就要知道 你他可能異性的朋友很多 你必須可以忍受這一點 那如果你又要他開朗、活潑、樂觀 跟大家都好 然後又要到他全部的 都不能出去找朋友 那你就是再勉強一個人嗎 就是一樣的意思 就所有的個性一定都有兩面 那沒有什麼絕對的好或壞 可是你要認識你自己 然後你要知道你的優點在哪裡 你確定在哪裡 然後你也可以不一定要表現 就是你如果覺得這是你的缺點 還是你想改你就改 如果你是覺得這是你的人格特質的一部分 那你就可以大方地展現 你喜歡什麼你就大方地展現 那久了令人知道要找什麼事情對 那對雙方來講 我是很有效率的事情 讓大家做習慣的事情 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事情 我是這樣想 好 那再來最後一個就是合作 我覺得還滿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不知道那之後會不會創業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想事情的方法也是一個 能不能決定合作關係的 像假如說你的事情想得很短 意思是說你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你就想到你單次的利益上的關係 像假如說我今天跟客戶做生意 那我可能就會 為什麼會有競爭的這個概念 競爭的概念其實就是說 我們的所有關係是一樣多的 所以我多一點你就少一點 就是我多一點你就少一點 所以你多一點我就會少一點 所以它就存在競爭關係 所以你看單次性的時候就會出現競爭關係 看單次性的合作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你多一點然後對方少一點 可是事實上很多事情都不是單次性的 它是一個長期的 所以才會有學校學上面講說 你要看顧客的終身價值 因為你可能就像我講說 當然他可能這樣聽起來好像很枯燥 可是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好像李嘉賢還是誰我也不知道 講過一句話我是覺得蠻有道理的 他說有人就問他說 欸你成功是什麼方法 他說也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每一次我可以拿8分的時候 我都拿6分 就是說他跟別人合作 他可以拿8分的時候他都拿6分 那這是什麼意思 他其實就是說 他可以拿到那麼多顆 他就是share一點給別人 其實就是合作長期的概念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一件事情 對以我的歷史決定可能分清楚 像我們有一塊的業務是做活動場地租借 那做活動場地租借的話 最過往就是我們 在我們出來之前其實幾乎沒有人用這個方式 就是經營 是說像過往的活動場地租借 它就是我這樣子大的教室 我給你一個小時多少錢 所以像你說說 一個大概容納三、四十個人的教室 在外面的一般台北市航線租借 就是兩千起跳 三十、四十個人 就兩千起跳一個小時 所以你要辦活動的話 你基本上就成三或成四 所以六千到八千是場地租借借 就跑不掉了 那這是過去的情形 那我們那時候看到一件事情是 這個東西有可能是 會讓很多想要辦讀書會 我可能是出來上班 通常辦讀書會 我就沒有辦法辦 我就只能辦在咖啡廳 那就沒有好的環境 或是投影機 所以我可能就會做很多 我可能就會有一群人 他是想要做某一些事情 或他想要辦一些小學的活動 可是他沒有辦法開始啟動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方式 是我們用人頭收費 那用人頭收費的概念是說 我們像假說主辦人 他就是來多少人就付多少錢 像一個人一百到一百五十塊不等 所以我們會提供所有的賞店 然後跳影機什麼這些全部都有 那所以他就只用說 假如說好來三十個人 那剩餘一百就是三千到 然後剩餘更多的人數 可能就是更多的錢這樣子 所以就是用人頭來計價的 那我們剛開始做這個時候 很多人就問我說 為什麼就是你好好的錢不賺 就是你兩千塊兩千塊這樣賺 就是一個小時兩千塊這樣很好賺 一次罰錢而且上帝也還好 就是為什麼不這樣賺 你為什麼要用跟他們share的方式 我就說因為我剛剛有一千人 是你如果是收到八千 他辦一次就不敢辦了 因為他可能第一次辦 他覺得說好 我應該會來到就是四十個人 這樣我每個人收兩百塊 我就可以cover場地費了 他可能會這樣想 就他第一次辦的時候 他就只有來二十個人 他就自己掏四千塊出去 然後他就說不利或不要辦 就是我居然辦了活動 那一條虧錢 所以這些人可能他就辦一次 你就賺哪一次八千就沒有了 那我那時候的想法是說 可能我們這樣子的方式 有的時候多有的時候少 就是他的平均可能會比八千還要下來 可能是六千可能是五千 可是長期下來他可以一直辦下去 那對我來講 顧客的中間價值就不是八千 可能是三千可能是五千成分 因為他活了下來 他可以繼續處理 他可以繼續辦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還有一個跟別人合作的要點是 你真心的為對方著想他的處境的時候 他會信任你可以幫他做最好的判斷 而且是用你的專業的能力 做最好的判斷 所以他對你會有信任感 你才有辦法累積 那才有就是長期的合作關係 所以你也可以用你的理性邏輯去判斷一下說 就是你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是單次的這樣子的 單次賺飽飽的 然後一直賺不同人 還是你想要長期的跟你一個顧客的關係 這可能都是可以想的 好 那最後就是再重複一下重點 就是還有一個關於執行面 不過這就是一個概念而已 就是當大家今天 如果我們在策劃那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的重要 就是大家在大學裡面 全身參加這ATC競賽 你可能很容易的是 你會去想 如何用這些模型啊 或是用什麼東西 然後去分析 去判斷 去布局他的策略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收集資訊 然後從外部的分析 分析到內部的環境 然後分析到最適合怎麼做 可是這一些都是策略 那我只是想要提前大家說 這一次可能你不會在這個 ATC裡面的訓練都這件事情 可是真的你在自己在執行專案的時候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是 事情是你要定下來的 當你布局完策略之後 你要做的是流程 流程的意思是說什麼 就像假如說 就是你的策略要怎麼能夠實現 其實很多人都很會想策略 很多人想的方向都是一樣 可是為什麼每個人執行出來的結果不一樣 就是在於 他會不會去 就是你這個策略做完了之後 那怎麼執行 他會有一個流程嗎 那你有沒有辦法去定這個流程的檢核點 那定流程還有一個好處 是可以幫助你想得更 detail 就是你可能原本想的是一個大方向 那你就會想說 我覺得可以定那個 可以當作什麼什麼就是創意的什麼什麼基地啊 講都很會講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定流程 所以好 假如說我今天已經確定說 我就是要針對哪個科學 作為他們的什麼基地 那所以呢 你要怎麼定時性的流程 從剛開始他們要怎麼知道 這些人要怎麼來 他來你要提供他什麼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定出來 如果你有辦法把它定出來 其實才有辦法可以把它變成只有執行的東西 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只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剛看到你們當年紀別 我們很多的是三、四年就以上 很快就要出社會 就是有全盤的概念很好 就是這是我最近 就是我一直以來的感想啦 就是也看到一篇文章 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人可能很多時候都會分成兩種類型 那這個也是像剛剛講的 他本身一定有互刺 一點點互刺的就是 有一些人他就是很擅長 想大方向、大策略 然後去綜合不同的資訊 下一個判斷 然後這個判斷 通常加上他的邏輯推演 跟他的知覺 跟他的經驗 所以也都還蠻好的 是一種人的個性 另外一種人的個性 是他很喜歡處理事情 然後他可以把它做得緊接有條 他可以把事情處理得很好 交代他什麼任務他都可以做完 然後也會顧到細節 可是他不是很喜歡的話 是簡想大方向的 或是大方向的東西 會讓他覺得很努力 就是這兩種人都有 然後大部分的管理者 通常都會這兩種人其中一種 可是如果你要創業 或你要做執行長 他很偏偏的就是要你兩種都有 因為不然你就是一個 會空想一個東西 然後你沒有辦法執行出來的人 然後如果你要創業的時候 最普遍的是 他不會像你在公司在帶人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交一批人去執行你的想法 你可以顧超… 如果你超有錢 就可以顧超好的人 超會執行的人 要去執行你的想法 可是剛開始充業的時候 通常都不是這樣 所以你通常有兩種具備 你要具有元件 你可以想這些公司的布局 你要夠會執行 有辦法定底條 所以如果當今天大家來參加 可能很多人都是很會訓練自己的邏輯思維 或是訓練自己布局的能力和技巧 那我是想要提醒大家說 其實如果你以後想要創業 你一定要訓練你自己 有辦法定流程 就是有辦法把所有的執行的項目 就是流程定出來、規則定出來 定規則這件事情也是 讓你的布局可以實現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因為你定出規則 你才有辦法去抓大方向 然後讓其他人可以執行 就是他可以好好的 依照你元本想的方式去執行你在想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最後就是要更大講的 就是關於除了其實要跟別人 簡單來講就是說我們今天分享的就是說 要串聯可以達到的是什麼 然後要跟別人合作有什麼技巧 不過風力的利益就是讓事情發生 然後你要注意到你可能會有的幾個人 本來就會遇到幾個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真正在做事的時候 如果可以 你就把有程跟規則 試者訓練自己這樣子的能力把它定出來 然後從你定出來的這些問題再回推 去檢驗你的布局這些東西有沒有問題 那就是這裡主要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休息一個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帶一點討論 就是像關於剛剛對於包裹的這個主題 大家有沒有一些想法 你有沒有辦法跟問題 然後我們就看能怎麼樣子 去把這個規則發生出來 謝謝 我這邊代表主要先來說一下 待會休息前我們先幫大家分個組 一組大概差不多七到八位 你們從現在開始 你左邊 右邊 上邊 下邊 我們盡量後面的都往前做好不好 我們現在趕快開始分組 然後分完組之後 隊長代表就是選 分完組那一個隊選一個代表 在台上寫一下那個隊長的名字 好 現在可以開始嗎 三分鐘內結束好不好 好 來 例如說這邊 一排 往快一點 好 還有 待會 七到八位 落單的舉手 我來幫你分 那大家就是有找到組別了吧 對不對 那大家看要不要稍微在附近的座椅就坐下來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說 現在有很多創業的人 就是跟就是有創意想要執行的人 那要怎麼讓他們 他們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 例如像假說 他們可能會找不到彼此可以合作的 就像假如你現在想創業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你要怎麼去解決它 就是你在創業上面有哪一些階段 那分別會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提出一個 什麼樣好的方法去解決它 那你可以運用跨國的資源 你也可以運用現在你所知道的 創業環境的相關的資訊跟資源 你會覺得有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要怎麼去解決它 那大家有沒有對於這個問題 有其他想法或問題就一起問我 那不用問 就是不用 所以就是這個 對 就現在的這個禮拜多小時 因為等一下大家要留上來講 就是你們那一組想到什麼 就是想到什麼方法 你們會覺得他們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你覺得有什麼創意的解決方法 是可以解決他們遇到現在的這些問題的 就是大家哪一組要看來講 那因為只有一個半小時 所以時間很可能 所以就不用考慮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你的角度是 你的角度是 你是一個 好 如果你是一個創業者好了 那可以直接問 可以直接問 可以直接問工業快達成的問題 這很難 你知道問我 創業有什麼困難嗎 這個是老實問題 應該這樣到後來講就是 假期在那裡有一個人說 我不懂創意人 為什麼不想創意人 那這樣一個問題怎麼辦 會不會有人怎麼這樣的問題 就是可能老師剛剛講說 假期你是一個創業者 會遇到什麼問題 你為什麼會解決對不對 那會不會有人說 假期是一個問題 我只是說 我不想創意人 為什麼我想不出來 有人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好 那我想一個解決方法好了 就是你自己給你自己一個角色 你可以說今天我是政府 我觀察到創業者有這些困難 如果我是政府 我會怎麼解決 或者今天我是一個創業者 然後我想要發哪一個東西 去解決這一群人的困難 假設是這樣好的 我打算把這當我的創業題目 那你怎麼解決 就是你的角色你自己設定 你是誰 你也可以說 對 你就認同你自己設定 你的角色是什麼 那還有 創業有什麼困難嗎 很多困難 你可以等一下被保證過 就是 或是像 或是像這裡有在場有人 自己有在創業 或是想要創業的嗎 有 對不對 舉手一下 對啊 那你自己就知道創業有什麼困難了 你想創業有什麼 你還沒創 對啊 你會變成什麼困難 對 那那個舉手的 你看每一組有沒有 都有想創業的人 那他至少就可以是 想要創業 可是還沒創業的時候 會遇到困難嗎 那 那你可以去推測 已經創業 然後在初期的間 都會遇到什麼困難 對啊 所以應該想創業的人 還是很多 那還有嗎 還有共同的問題 那各位同學 因為為了確保你們這一組 不會太麻煩 而且每個人 可以討論到解決方法 所以你們一定要在五分 三分鐘內決定 你們到底用什麼角色去出發 去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三分鐘的時候會想定 然後你們就一定要討論出來 你們用什麼角色 那再來就是五分 再有只剩下十七分鐘 所以會再分成十分鐘 會七分鐘 有分別不同的事情要做好 所以現在開始三分鐘 你們必須討論你們要用什麼角色 好 每一組就是要確定好了 你們要用什麼了 現在時間三分鐘到了 然後接下來的十二分鐘 是你們要決定兩件事情 就是有什麼問題 跟你要用什麼方法解決 一組五分鐘 你們要幾個人講 你們就自己決定 可是盡量也可以讓大家 都有機會嘗試 好 那開始計時囉 不管討論多久 就是五分鐘 好 好 這是第七組 然後 因為 就直接講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點空派 所以我們選了一個 那個 台大朋友 你可以快去敗 然後 我們就從他們 從初創 然後到現在遇到的問題 和解決的方法 進行分析 那 他們在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就是 產品的定位 就是他的那個 搞到誰到底要賣給誰 然後 合作的廠商 到底要怎麼找 就是他們遇到的問題 還有一些 就是競爭的 一些現有的 什麼 美麗達 或是那個 傑蘭克斯之類的 然後還有那個 市場的定位 就是他們炒上的時候 會遇到的問題 然後 然後 這些解決方法 就是 他們就是 他們是 四到五個人的團隊 然後 就會進 合作廠商的話 他們就是 找 比較 就是台北市以外的 車行 做那個 恰彈 因為就是 在台北市裡面的那個 會 會比較貴 然後 就是 台北市以外的話 就是那些車行 他們在做那個搞到車的話 就是 會比較便宜 就可以壓低成本 那在產品定位的話 就是定位在 就是 一開始的話 就是以 台大的學生為主 因為 台大的效益比較大 然後 然後腳踏車是每個同學必備的那個工序 所以 通常就是把那個 目標先放在 自己 學校的學生 那競爭者 他們 就想說 應該是 賣二手車的 可是就是 台大生 就是有一些 台大生 如果想要有這個 自己一台全新的腳踏車 那他們可能就會 跑來找他們買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他 再來就是 等他把產品 就是有 初步的定型 跟那些 基本上的定位出來之後 那我們現在講 就是他行銷如何 他要怎麼買 那第一個 就是 他辦法就是跟 大學生清創團員合作 就是像有些 清創團員他們需要炒樂的話 那他們就把他們腳踏車 當作獎品給他們抽 所以就可以提到他們的品牌的見度 然後再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他的飢餓行銷手法 就是我限量推出腳踏車 我這次就是賣150台 那 感到就是 你就很心跳 就讓你更想要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製造一種話題性 就是製造一個大學生 就覺得說 哇這個腳踏車很酷那種感覺 那再來的話就是 他的本事專業經理 腳踏車覺得 不能只有腳踏車的東西 他可能需要一些 大學生的元素 可能說 那在我們騎中考 那是製造說 大家騎中考 可能騎腳踏車出去玩 或者是騎摩討結束 大家出去玩 然後就需要腳踏車 那時候說 你就會覺得腳踏車非常的重要 然後再就是 藉此提高說 大家注意到腳踏車的這個需求 那再來就是他賣完之後 我們就會講到他在以後 廣告要怎麼能經營 因為畢竟不肯只賣這麼一次而已 對 那接下來就是有關 他的腳踏車已經開始賣以後 那要怎麼樣做一個永續發展 就是讓他們一直有新的聲音可以做 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是大概想一下 就是 因為像台灣的大學 大部分的大學面積不是很大 就不是每一個大學生 都是需要一個腳踏車 所以我們需要用其他的方式 來吸引消費者 對腳踏車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不然我就賣他的複雜配件 比如說大學生在帶騎腳踏車後 他可能要有一些特別的配件 要放書 或是打球的人要放球 可能要有杯架來放飲料 就是我們有賣一些複雜配件 讓他們會想要買這個 那另外呢 我們就是創造這個品牌的故事 就是讓這個腳踏車變成有故事性 讓大家對於這個腳踏車會有認同感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那或是呢 我們就是利用一些社群網站等等 創造腳踏車的通常 就是像譬如說 在腳踏車上面 可能就可以用你們學校的名字 比如說MGU 或什麼 就像一個做一個冒踢的那樣子 一個學校的代表性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 然後這個 如果提早講完 我就會補一下時間 然後我覺得剛剛這一組同學 因為我是想說怕大家一直一下方向 可是剛剛這一組同學就分析的是不錯 可是我剛剛的問題是問說 如何解決錯業者遇到的困難 那我覺得你們用一個案例去想說 這一個案例會遇到什麼困難 這樣很好 可是要再切回題或是說 所以所有創業者可能會遇到哪幾類的困難 而你是什麼樣的身分的人 你可以想出什麼辦法去解決這些困難 對 就是你們是去解決某一個就是廠商的問題 就是有困難嗎 可是就是我意思說 這個題目其實是希望的是說 創業者在創業會遇到什麼困難 那有沒有方法可以去讓他們更容易創業的這樣子 對 那我是覺得其實舉廠商的例子 就是來分析出 就是像講說你舉廠商的例子 你可能就可以歸納出 其實他們剛開始遇到ABC的困難點 那所以其實也有可能 就所有的在創業的人 可能都也會遇到這類型 所以針對這些困難點 我們可以怎麼樣提出解決方法 比較是類似這樣 因為我是怕說其他的組合同學 會以為他們討論錯誤 所以我搞不好就講一下 那我是覺得 有例子切入的這個錯誤 那只是收看之後問題的那個部分 那再小心 好 那再來是那個林同學 不會念的 好 好 好 然後 我們這個 這一組要分享的是 在創業的時候遇到這類型 在先討論這問題之前 我想先提出就是第一個點 就是其實每個創業者他在成功之前 會先失敗過幾次 可是當我們像我們比較年輕的創業者在 在自己創業之前一定會想說 自由遇到什麼困難 可是你一定會想要在包廠材料上 就是找到那些名人或者是創業者 他們如何成功力 如何失敗力 可是多多少少看到的都是 包廠杂責商上面看到他們的成功力 所以我認為就是在創業前可以先 就是比如說參加多一點演講 還有企業的演講 或者是那些創業者他們 比如說像馬雲 或者是一些畢爾蓋茲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想法 然後找出他們過去成績模式 失敗過幾次 或者是例子 然後還有他們怎麼克服自己失敗的過程 對 那我認為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必須就是在創業者 在探討自己遇到困難之前 他必須先找到別人失敗過例子 然後再去反省說自己 在這條路上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進而先想出別人的方法 好 那 就是因為我們先創一個品牌 對 就是因為其實是越來越新的東西 那大家並不認識你 那他為什麼要去買一個商品 或者是 欸我今天是投資者 那我想要 我看到這個新品牌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 就是我要找到這個東西很好 我應該要去投資 對 那其實現在有很多這種 募資平台 對 那 可是其實募資平台 我覺得會有一個問題在 就是 今天我弄到一個洞群 跟我東西不夠有名 可能 還是會 不想投資 所以我覺得 建立名氣是一個比較 需要解決的問題 就相對於醜藥執行人 之前來講 我會覺得建立自己這個團隊的名氣 或者是我這個品牌的名氣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想到幾個方法 就是 配工一般新創團隊 做一個參考 像 參加比賽 就是一個還不錯的 就是如果我們 團隊參加一個比賽 比賽本身的公關 宣傳行銷都可以 被我們拿來利益 我覺得我們現在 就是 參加ATCC好了 如果我今天本來是一個 想要產生創業的團隊 那我能在ATCC想到很好名次 那我是不是放動自己的團隊 就很好看 就是 大家都會說 喔 你是不是可以移民啊 第二名 那 第二個方法就是 其實我們也可以 我們想到的方法就是 跟公益團體 合作 對 因為其實新創的公司 那我們 可能就比較沒有資金基礎 可是 我想先讓我的東西 滾過出去 所以我可能跟公益團體合作 就是我們做一些 比較公益性的活動 像 我今天一個偏向好了 他們想要購買電腦 如果以電腦公司為例 對 那 可能他們 需要花很多錢 他們就沒有那個資金 那我如果是一個 新創的電腦公司 那我如果去 捐贈這個偏向電腦 就是很容易被 用媒體 網上雜誌去報答 對 然後 我們主要就是 就是先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跟自己的品牌形象 那 進而就可以 得到資金的贊助 對 那我們 分享一下 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林同學這一集 那個 還有一分鐘 所以我也簡單亂講一下 就是 的確新創這個品牌會常常 就是新的 你假如說你要創業是 有時候 你可能想到產品 然後想到 你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馬上就會想到說 如果我今天超多人在用 他就是一個下一個Facebook耶 或是我要做一個網站 他就是下一個Facebook耶 你很容易會想到 你的假設就是 如果已經很多人在用 可是如果你是這樣的創業者 是超級危險的 因為這一件事情是最難達到的 你要怎麼讓別人很多人在用 就是這個其實是創業者會陷入的 就是 剛開始沒有模擬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我也看很多創業者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的確有非常多的人都會困擾 就是說如何行銷 如何他做出一個產品 他做出一個怎麼讓別人造的 這東西怎麼樣使用這樣子 那那個還有很多方法 那剛剛這個團隊有提到說 像是我覺得用工藝 與工藝團體合作 其實可以再講一個更廣義的 就是其實是說 善用聖編的資源去行銷 例如說 像其實他剛剛你講的意思是說 等於找到自己的新聞店 所以就會有免費的媒體曝光 就是那可能就可以用 就是大家也可以在訓練 就是假如說 因為你知道要做報告嗎 所以像這種東西 今天是個練習 就可以去訓練 你們自己用不只是一個例子 而是舉出他的 就是像剛剛講的 找出就是你用精確的字句 來講你要講的東西 你再用例子來互作 對 那參加比賽 其實的見別的意思就是說 增加自己團隊的 別人對你的信任感 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別人為什麼要信任你 那就是等於有一些認證跟一些標章 那現在創業有什麼樣子的認證嗎 所以可能如果有一個創業相關的東西 進去是一個很像認證的東西 那這個就會可能是你的解法 像哪一些育成中心 哪一些什麼的 這個可能會不會是增加你的育台形象的一個方法 所以其實它可以再歸到一點 就是參加比賽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增加別人對陌生的你的信任程度 那可能是可以透過像是參與 就是各種不同的就是比較用 就是像是預算中都是一些認證的方式 那可能你就會突然發現一個點 就是台灣的創業環境裡面 沒有什麼相關的這種價值點 對 那可能就可以有這個方向的建議出來了 對 那好 我們就換下一組的同學 這邊是那個第一編號疑犯運混這一組 我們是一個人由台大、新大、銀款、古大、金門大學 組成的創業團隊 我們今天很像創業 可是過來覺得好像有很多問題還沒解決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會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把我們想到問題 一一告訴大家 首先如果要創業的話 一定會有資金的問題 因為資金一定是必須的 如果要做什麼其他的評估或是調查的話 或需要先用到資金 或是如果你今天的資金夠的話 你可以找一些理念相同的合伙人、學長姐 或者是一些老師、企業一起合作 那如果你資金不夠的話 可以利用一些平台 像有些夢想家平台就可以 把你的理念講出來 然後讓一些認同你理念的人 然後資助你 讓你完成夢想 然後再來會面對到的問題 應該是就是定義我們的市場目標 因為我們還不清楚說 我們這個創業就是在這個市場 可以針對哪方面做STP分析 或者是Swatch分析 所以開始我們應該會利用問卷調查 然後來定義我們自己的市場目標 然後接下來遇到的問題就是 可能你有個想法 只是你不知道要用什麼技術去完成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是你可能自己去接觸那個產業鏈 然後去了解相關產業它的那個生產流程是怎樣 或者去就是找一些專業的部分 去評估你這兩個東西 是否能夠使用 然後創業呢其實是非常需要人脈 我們這邊提供大家三個方法 第一個呢 如果在學生時期就可以多參加活動 一些非常好的活動 比如說ATCC 對 然後再來呢 可能就可以透過學章姐 各種就可以得到各種的關係 然後第三個就是非常實際 就可能就是參加市值會 福倫社 這類的事情 好 然後接下來一定會遇到時候 要設定怎樣的目標 要怎麼去設定目標 然後我覺得首先就可以 就是現有的資金 然後人員 然後市場 就是去設定的目標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符合自己的企業理念 然後再去設定就是相關的目標 然後我覺得第二個是 就是要設短期中期跟長期的目標 然後短期的目標 可以就是賺短期利潤 然後去佔我現在自己的企業就是B級 然後接下來中期目標 可以再去做行銷 然後打量自己的品牌制領度 然後接下來長期目標 可能就是以就是開發新產品 要不然就是開發新市場 就是去拓還你的就是更想量的知名度 然後我覺得第三個比較重要的是 就是你在設定完目標 然後在執行之後 你要去做你的績效評估 然後再去看你跟一開始設定的目標 你們相差的距離有多少 然後再去做適當的領域 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 因為其實很多新創產 他其實是比較特殊的 大家可能是一個選擇 那我們會 就是還要去評估一下 這個產業發展的可能性 那我們有想到 我們可以多關心時事 比如說最近有什麼 比如說大家可能 比如說大家可能是找隊友很困難 然後我們可能就可以發明一個 找到最match的隊友 然後另外一個是 認識厲害的人 然後 就是可以評問一下 那些人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 可以分享一下 或是 或是自己去開發 這樣子 最後我們還發現 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 剛組成的團隊 所以我們可能在溝通上 有問題 對 所以 剛剛好上來喊溝通課 所以我發現 可以先了解 我們之前為什麼 會有溝通上的問題 然後再發現 他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對 然後大家看見他的情緒 對 如果他現在很 不開心的話 可以跟他講個 長情路的笑話 讓他開心 對 然後 這大概就是我們這個 新組成團隊 他暫時想到的一些方法 祝大家參賽 大家的順利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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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同學 你 你的 東西之間的因果關係 例如像說 可能會遇到沒有辦法設定 STP的問題 就是 定位 就是想說 意思是說 我可能知道我的市場在哪裡 然後我去切分他 然後我去定位我自己 那如果會遇到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通常是 如果你要創業 你應該會 就是 有一些想解決的事情嗎 還是 是 就是我 我意思說 也是問一下 就是你們在團隊 就是說 可能會有市場 就是你不知道怎麼做分析的問題 是沒有錯 可是 這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方法 就是第一個是說 創業會不會遇上這個問題 然後遇上這個問題 到底是什麼原因 通常是因為你可能 直接想到了一個產品 然後你不去 不願意去定義他說 只能給誰用 所以這可能會是比較容易出現的 所以就是說 剛開始使用者 就是 創業的人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是 他可能會定義的方向 是比較廣的 就是他剛開始沒有切一個很精準的市場 那這個是創業者自己的心魔 要刻骨的 那切一個精準的市場 不同群的人 他都會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用問卷的方式 其實他跟這個是沒有因果關係的 對對對 那你們之後再做其他相關的分析的時候 你要記得去回推這一點 那剛剛也有討論到 然後我覺得這一組就是蠻好的是 他一上來的時候有跟大家介紹他是誰 那這其實也是溝通力的一部分 就是你 像假如說這次ATCC活動結束 你們有多少人會記得他 那你們又有多少人記得你們自己 其實溝通力也是一樣 不要讓別人記得你是誰 對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一點 大家也可以學起來 那像是剛剛講到的那個想法 到技術的這個層面 就是說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可不知道用什麼東西來解決他 那多了解 跟我詢問難關的人都是很好的方法 那這邊也提供就是像剛剛提到的 其實去一些企業實習 如果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也是現在蠻常有很多 學校都有相關的program 那如果他沒有開你就是 還是投留給你去問 對啊 我是覺得這是很重要 就是大家一定要勇於爭取 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你也不一定要等別人開職業才去 你就直接寄進去問 甚至你用他公司的角度的想 然後幫他發現問題 然後或是幫他做一個協銷規劃 不知道看你想要應徵什麼樣的職位 可是你真的很想要去一個公司的時候 你就盡力去爭取 就是你做這件事情 其實反而才讓你更有特 所以實習這件事 然後再來說 不過人脈那一點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覺得參加活動很重要 是不是是不錯 就是因為你可以練習 可以多認識人 可是在他剛剛我剛剛分享到的 一次性這些東西還是有關 如果你在活動裡面 就像你參加超級多社團 超級多活動 可是你沒有一下顧得好 所以最後 別人就會覺得說 乾那個人都擺爛 然後這樣子 你就不是有這些人脈 你是富的人脈 所以就是很重要一點還是 你可以吧 你要做的事情做好 剛剛提到那一些 也一致性等等的 對 那最後就是 好這一組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說把資金啊 就是目標啊 想法上 我會知情終於遇到的困難 跟需要的優勢 都點出來 那 好 那就是感謝這一組的同學 那接下來我們換下一組 是 第二個記憶同學 大家好 那我們這個團隊 其實我們是來自於東部跟北部的學校 包含的說像台大、政大、淡江、東吳 還有一安大學跟東華大學這幾種 那我們這一組都是女生 那也來自於不同的科系 那關於說呢 創業困難的部分 跟以及我們要怎麼樣去解決呢 這一些的困難 那我們提出了一些我們自己的想法 首先呢 在這邊我們先假設自己是一個創業家 但是呢 自己是一個創業家 其實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題目 所以我們會先呢 再把題目做一個縮小 譬如說呢 我們假設自己是一個呢 賣雞排的創業家 那我們先以這個來舉例 最後再回到我們呢 最原始的題目來做說明 那如果說今天是一個賣雞排的創業家 我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創業困難 那第一個是資金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每一個都會呢 再仔細的做說明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市場 也就是對於產業環境或是市場的不熟心 那第三個呢 是在設備 還有呢 技術 以及最後呢 人力的部分 我們大致上分成這五點 那首先在資金的部分 我們呢 因為其實對於一個創業家來說 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財務來源 是來自於哪裡 那第一個 他的資金可能是來自於自己 這邊的自己包含的是創業家本身 或者是跟他一起創業的這一些呢 合作的夥伴 他們自己既有的一個資金 那第二個的話是來自於別人 這邊的別人指的是 譬如說我可以跟工部門 申請一些呢 創業的基金 因為現在其實蠻多的呢 縣市政府他們都有所謂的 青少年的創業計畫在推廣 那第二個的話 是我跟銀行呢 來進行借貸 那這個部分當然也涉及到呢 他自己本身的一個信用平等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的話 是我們透過群眾募資的方式 也許你有非常好的idea 那我們透過一些平台 來進行群眾募資 那來呢 支援你這一個呢 創業的計畫 那再來是市場面的部分 那出現的市場面呢 其實呢 包含的是 我可能對於產業環境的不熟悉 或者是呢 我對於這個市場 我到底應該要把我的公司 或者是呢 我的這家雞排店設定在哪裡 那以及呢 我的產品 我要賣什麼東西 那像我們今天說要賣雞排 那我賣雞排 除了雞排之後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產品項目 還是我賣的雞排 跟別人有沒有什麼差異性 那最後就是我們定價的部分 我要定多少錢 市場是接受的 那是合理 而且呢 能夠是讓我有獲利的 這些都是我們所涵蓋的市場面 那在解決的部分呢 其實我可以透過譬如說 我透過觀察 我去了解說呢 欸這個區域 它呢 譬如說消費群眾有多少人 那再來是呢 它的消費群眾是在哪一個年齡層 那以及這附近呢 有多少呢 同質性產品的商家 譬如說這條街 也許它已經有 可能三到五家雞排店 那市場是不是飽和了 那如果我非得要在這個地方呢 來開設我的雞排店 那我可能得考量 我的產品差異是在哪裡 能夠讓別人呢 進到這條街 它是買我的產品 那或者是我的定價 這個其實都是可以透過譬如說 問準的收集 或者是呢 我市場長期的觀察 那以及呢 我透過一些試吃活動 來追問我的產品 是不是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等等的 那再來是設備跟技術 這邊的設備呢 其實我們大家都想說 賣雞排 也許我自己有鍋爐 就可以來賣 可是呢 如果我們再更進化的話 我們可以考量 是不是有一些 過去也是從事 類似的行業 那我可以跟他買他的二手設備 那再經過我自己的改良 這也是一種解決的方法 那還是說呢 我可以跟一些呢 加入廠商也所進行合作 那先擁有呢 他的設備 那再來是技術的部分 除了可以像剛剛講的 我透過家呢 我可以先擁有呢 技術上面的一個優勢 還是說呢 我可以透過呢 到其他的店家去學習 不過這也會同時涉及到一個問題 不過我要去別人的店學習 我要怎麼告訴別人說呢 我開地的地點是不會呢 搶到你的生意 不會跟你呢 有同質性市場的一個競爭的產生 那再來是人力的部分 人力的部分呢 其中這邊指的是 我要雇用什麼樣子的員工 那他包含是 也許我可以從我身邊的信用好友去找 有符合我這個呢 企業特質的一些呢 人力資源 那另外呢 還有幾個環境 譬如說呢 像LinkedIn 或者是Deep & Tech 還有呢 伊尼茲的夢想搖籃募資 那這邊我們要特別介紹的是 Deep & Tech的部分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呢 平台讓你可以進行專長的呢 共享 或者是呢 專長上面呢 互相呢去分享學習 那在這個平台上面 我們可以除了 找到我們要的人力之外 也可以呢 去找到我們所需要的技術 克服我們剛剛也許技術不足的問題 最後可以讓我講個結論嗎 那其實我們回到就是 創業家它會遇到的困難 那大體來說包含的是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財務面 也許它的資金沒有那麼多 那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是在市場包含它對產業 或者是呢 對於這個行銷 或者是產品的定位 等等的一些模糊不清 那再來就是呢 它的場地 那還有呢 就是包含說 它的人力資源要從哪裡找 因為它需要的技術可能非常多 並不是創業家 它本身可以拋不過來的 那它就需要呢 大量的人力來支援它不同的技術 那再來是 如果它是一個高科技產業 它可能需要的設備 還是異於其他企業的 那它要怎麼樣 在它資金有限的狀況下去取得 等等都是呢 一般的創業家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導 謝謝 謝謝 我可以問一下說 那豐豐你是剛做的嗎 超豐沛 就是 可以分享一下福庫嗎 好 沒有就是 好 我簡單講一下那個 我覺得不錯的事情是 像如果可以 像如果你們時間允許 就是 也不一定是要做得很漂亮的 可是像剛剛大家 如果可以把你的想法 用簡單的關鍵字這樣打出來 然後回來這場面 或是拿個大冰寶還是什麼 就是用我們這一堂 有一天是在講溝通力 所以就這些相關我注意到的事情 我會提醒大家 所以你用你任何手邊的資源 可是你可以讓你的簡透更完整 這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你們如果到時候 有了那種類似像這樣的情況 或是任何突發狀況 讓別人去了解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 所以剛剛這一組有準備 Point 我覺得是蠻好的 然後大家也可以 就是不一定每一次都要Point 只是說就是你要想辦法讓別人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對你要表達的東西很清楚這樣子 那 剛剛這一組也就是有介紹自己嘛 所以大家有沒有記得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女的這樣 然後 對 然後來自東部的學校 好 那個 再來是說 像這樣的介紹也很好 然後也馬上應用 所以大家也可以記得 然後自己多練習 然後最後就是還有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點是 像很多時候你在分析個案 或者你在分析任何事情 你可能不會知道就是這個 你可能不會知道你的這個產業你有什麼東西 或是他的很多數據 是查不到的 例如假說你今天是一個牙醫的 那你要決定你要開一個牙醫診所 開在哪裡 你要怎麼決定 就是這是一樣的 你在現實生活中 也會遇到一個 你沒有辦法給你正確答案跟沒有數據 可是這時候你要怎麼決定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全台灣牙醫的比例是多少家 然後全台灣人口是多少 然後他們有沒有一個固定分布的比率 所以多少人會需要一個牙醫 或是你算你多少去 你多久你半年需要洗牙一次 然後有些人比較久 那多少人口 他就需要一個牙醫在那附近 你可以開在那邊 對不對 這就是推導的方法 所以任何一個沒有題目 像題目很廣的東西 你都可以運用你的想像 就像我只是問你說 牙醫診所要開在哪 那你如果可以跟我講說 因為每一個人半年要洗一次牙 然後有多少人的話 這樣他可以支撐一個牙醫的收入 他可能要付電珠 他可能要付兩個護士小姐跟一個醫生 所以他要花的錢大概有多少 講說30針等到40萬 這是他最少要花的錢 所以他要洗幾顆牙 那他洗幾顆牙代表他多少的市場 可以養活一家牙醫診所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剛剛提到一點小點 可是在上夜門期後做任何的這種運用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假設 然後自己去回答一些 你跟我不知道問題的答案 你平常就可以自己去想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剛剛他也是分析得不錯 可是我覺得在那個也是有一樣的問題說 有講到比較廣的 可是沒有講到結論就是說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統整來講這些 可能講問題曲例來講 你可能定義的很清楚說 我現在是一個機械店想試探好 所以我遇到這些問題 那這是你可以把你自己定位定的很精準 所以別人可以更了解 就是創業者可能會遇到困難 可是最後面其實應該要 要有拉過來講一下說 以這個例子來舉例 所以總結來講的話 其實創業者會遇到這上面的困難 我們提出了A B C D E F G的解法 因為前面的解法比較著重在小事件的老闆怎麼解 對 所以應該是用他帶他問題 可是解法應該是要統整性的 因為我們的問題還是要回到問題解決 那只是說這個分析的方法是不錯 那你可能要小心每次你討論完之後 你要再check一次他跟題目的關聯性 對 中間都要check 那再來有一個比較重點就是那個不要超時 就是事件 因為像很多時候是他直接開了你 最後我們就能幫他講解決了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要小心 好 找人力那個啊 Change a course 也可以找 沒有 我偷偷推銷一下自己 好 那下一組 是李柏惟同學對 好 這是哪一組沒關係 OK 黃翔宜 好好 大家好 我們的團員組成有這個台大政大 嘉義大學成大東吳溫泉的同學這樣 他討論很熱烈 謝謝他們這樣 然後我們也是要賣金牌的 然後 大家知道賣金牌一定要先選擇一個貝錄嗎 就是你有什麼特殊的一個價值取向 就是消費者能認同 那我們覺得說食安風暴啊 所以我們要打衛生牌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科學炸雞牌的方式 什麼高學利益 當一個差異化 然後請大家來買 然後可以針對我們要在哪裡開 所以一個差異化 譬如說我們在台大開可能大家都比較晚 我們開晚一點 正大開可能女生都多啊 那我們就放少一點這樣 來信大家購買 那我們決定我們要賣什麼 就是賣點之後呢 我們就是去想說 那我們需要什麼重要的活動跟什麼重要的資源 譬如說錢一定要 技術可能也需要 那人也可能需要 那剛剛薩利祖其實也有講過 那就是要確保說 我心有餘 而且力也很 就是我不能說我技術面不夠 或者是我資金面不夠 搞錯在那邊做不起來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下一步就是可能要 你要如果去Promo這個產品 或者是說我怎麼去拓展我的通路 或者是尋找我合作的partner 那這邊可能就是說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來講 可能去找旁邊武士藍合作 譬如說買雞排什麼 奶茶車五塊之類 大家很常見 或者是說 剛剛就跟教授合作說什麼 其中跑80分以上 我就給你折給幾塊之類 或者是學校什麼卡 我就跟他合作之類 去做一個remote的動作 然後增加這個產品能見度 那總和來說的話 我們覺得創業主要會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value的選擇的問題 就是說你選擇你的發想點是不是一個市場上有需求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這些族群會買你的單 那其實就有點像segment和position的東西 那第二個是我的value用的 我的重要的行動跟我的重要的資源 這三者之間能不能做一個有效完美的循環 不能說我有一個很好的概想 可是我沒有錢 或是我技術不足 那這個循環打破的話 其實我沒有辦法很好去做營運 那第三個部分是說 我要去尋找合作partner 然後去remote 那其實大家知道說 有時候這個新創的公司 他們比較少資源 可以去remote自己讓大家看見 那其實我們這一點的解決 我們辦法想一個就是大家生活上的例子 就是說可能營隊 大學營隊大家都參加過 那其實營隊你要去行銷 找工作生進來參加你們營隊 其實也是人少少的 然後錢也不多 可是我們可以利用說 譬如說經濟系 外文系 或是什麼數學系 其實大家互相衝突 可是大家都是需要找一些消費者進來的 那我們可以聯合一起去行銷 去做一個平台 透過這個平台幾個重能的力量 那我們可以用更少的資源去推廣 我們想要達到的目的 那這個東西也是政府可以做 我們討論出來的 透過建立一個平台 讓這些相信價值的一些企業去合作 做一些群網他們的概念 那第一個 各一個選擇 我們覺得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透過一頁的合作 譬如去找不同行業 不同背景的人去討論 然後第二個是對消費者的觀察 需求估計啊 募資平台 都是一個做的方法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找一些專家 找銀行 預算中心政府 來解決經費的啊 什麼基礎的問題 那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像我剛剛聽的感覺是前面 我會有點不知道在 就是會 follow 不上 因為是用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可是好像有帶比較多 所以像剛剛大家在聽我問題的時候 其實可以聽到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是 你可以自己選第一個 你是什麼樣的身分 然後你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跟你會用什麼方式解決 那我覺得在像講說問題是這樣子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要讓別人用一樣的架構去瞭解 所以這樣我會比較聽不懂 聽不出來說他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的歸納出來是這樣子 那可是剛剛後面的說 所以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像是需求啊 像是相見價值啊等等 我覺得這就滿清楚 所以可能可以 就大家之後也可以注意一下 他問題問的到底是什麼的時候 你在開頭跟結尾 你可以先破題 就是有這三個問題 然後再敘述 對 這是可能就是可以注意的這樣子 然後那我們接下來再換下一個組別 那個 喔 離國會這一組 那我再組的組成就好 我這邊也是讀全體師呢 就是最多戲 就是指管系的 大家好,我是就讀全亞洲文藝系,我來自西西大學可以傳播學系 嗨,我來自跟大家是不一樣的系,我是台大人類系 我來自台大放送美國來跳時差 為什麼要這裡有一個團線? 我是來自成大中文的,然後我早上六點才達成過海的照 晚上六點又要達成回去了 我是組長,然後我自己也有創業經驗 所以 大家好,我是大學,就是全部大學妹 全台灣大學妹只有唯一的系,我都抓一把銀獎 然後,對,就是我們組內激烈的討論之後呢,就是我們討論出四點,然後我們組員第一介紹一下 那我不放的話,我會從我們主要是如何找到對付合夥人的部分 那對合夥人的話,我們分成兩部分 一個是保和,或在一個飽和的市場內的話 我們會希望組於我們的合夥人是有相同目標跟領業來執行事情的 那如果是在南海的部分的話,我們會希望組內是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可以彼此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比較像是超級自能表上的CEO主要的事情 那再來部分就是目標組織的部分 對,然後再來我們第二樓是選定你如何選你的目標市場 就是你如何去做你的市場區的 那像星巴克大狗廷國,星巴克新城它是符合大眾的需求去真的賣它的咖啡 那像還有另外一個品牌,它是全台灣最大的外帶咖啡,它叫Karma 那它就鎖定的是它的小動物市場 就是原因在於說你的目標客群是什麼,就是針對它去做一個需求 那你如何要去尋找你的目標客群,其實有很多方法 例如說你可以是做一輛網路,你可以去訪問附近的居民 再來你可以去做一些觀察,觀察你的對手他們如何去做這些區域 那其實這整個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顧客他們的問題就是產品改良的一種一個機會 對 好,那我來舉一個例子 那我以我自己本身為原理,像我是要開女服咖啡廳 所以我就要去思考,那女服咖啡廳它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要客群有哪些人 那我要做哪些事情滿足大家對女服這個想像 那我再做,對,針對這些做一些行銷 好 新創業者通常也會遇到就是行銷論迷 就是要該怎麼去找你的顧客 然後從這個方面的話,你要先了解自己的顧客 他們喜好的、接受資訊的習慣 然後去選擇管道 另外也可以從就是學習同業開始 就是去參考這個同業,他們怎麼行銷 然後從這邊下去 那我前面講這麼多,其實我們這組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自己本身熱情 還有你價值觀視都不正確 因為其實創業創造的最後不管你賺多 其實有可能迷失自己 給我花間酒的力量 那你賺少了,你也可能會失職 或是從事一覺不正 因為我自己抱著就這樣 然後 你做一件事做不好的時候 千萬就是不要講話很好到 你一定要堅持到底 因為很多的人都是 分的心 然後想說去做 做不一樣的東西 或是做相關的東西 可是其實如果一直見下去的話 做一定那個成功的必勝利 所以最後我們的結論就是 是為止窩窩出眾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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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個 所以你們是 你們自己是一個創業者的話 會遇到的問題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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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好,所以你們的身分是 就是你們是創業者會遇到的問題 然後我剛剛的那個 以為的身分是 如果你現在是創業導師 你會認為創業者會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剛剛 就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是誰啊 就是你設定你是誰 所以假如說你設定你是誰的話 就是說我怎麼會遇到等等等等 就是你的所有前線是改變的 就是像 假如說你這些是用我是創業者來討論 那其實應該就是我可以 就可以換個說法 它會跟主題是很貼近的 對,就是我 我是一個創業者 我可能會遇到這四個問題 就是像是我找不到合伙人等等 對 那像剛剛這個的話 你如果回答我說 沒有,我現在是要告訴你 就是 云云眾生創業要做事的事情這樣子 這樣也可以 對,可是就是那個定位 就是回答問題的時候 其實問題問的是什麼 然後你用什麼身分回答 就沒有正確答案 只是那個定位這個東西 可以進去這樣就很好了 然後就是像我覺得這一組 我畫得還不錯的是 他剛開始介紹每一個人 我就很擔心時間不夠 可是後來tempo就有長過好 所以我覺得也是蠻厲害的 對,就是也是一個方式 然後最後其實有提到 就是覺得 會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莫忘出走 那可是 也是一樣 就是對於題目的了解 當然就是 就是我覺得整段話 是一個不錯的 就是 Present 可是沒有回答到說 問題跟解決方法這樣子 像是如果 就是會單獨的提到一點 可能如果遇到什麼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解決方法是什麼 可是這一系列的話 比較沒有清楚的電影 是哪四個問題 然後哪四個解決方法 對,就是一對零這樣子 對,那這個也是之後可以注意 那我覺得算蠻好的 那我們換下一組 下一組是 那個鄭崇領 鄭崇領 鄭崇領 對 我是陳大大葉木齊的台小學 我剛好不是動彈的經濟二年級的這首名嗎 是李文奎 是清大美智基 長輩之館的領導 我是陳大多氏計畫的領導 那個我想講的就是一開始 就是他們剛剛講的資金啊人力啊 其實都講了蠻多的 而且蠻多人在講這些事情 我們今天就講這個 就是我覺得我們一開始創建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什麼核心的價值 比如說想要幫助人 或想要做一些環境保養之類的 可是這個核心價值 一開始產生的核心價值 是在這個領域之外看到的 那進去之後可能會遇到一些 就是遇到一些問題 之後會發現 其實 核心價值 所要解決的癥結點 不一定是我們一開始想要的 那這時候就需要改變 這是一定要改變的 好的時候需要溝通 好的時候再來就是 想要幫助人的時候 這些人為什麼會有困難 其實有時候會是因為 就是政府的政策影響 比如說農民會因為國有的領班地 國有的地而造成領班地而不能耕種 或者是就是 那這時候會就是 很多人就是找那些弱勢的人去 街道上去募行啊抗爭啊什麼什麼的 可是其實會遇到說 這些抗爭沒有辦法影響大眾 好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去真正去判動說 政府的政策搞像 那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 除了 除了是要去找一個強力的支柱 比如說企業 那要怎麼去找一個企業 就是比如說利益交換 比如說去給他們 在幫助的同時要提升企業的形象 或者是 對 或者是資金往來 對 對 就一個固定融資的現象 好之後還有一個就是 要尋找一個能夠響應大眾的點 就並不是只有一群人看著自己的點 我們要讓其他社會大眾或鄉民反通身受 這樣的話就沒有要引起那個強力 之後再來就是一個赤文化 就是其實赤文化可以代表就是 就是 這群人是少的 可是為什麼沒有辦法有一個 匯聚成一個低谷實力 就是缺乏一個 我覺得是缺乏一個平台 或是缺乏一個密集溝通的 就是 所以 可能會要設立一個平台 或是舉辦大型的年會 讓大家再來就是 互相彼此認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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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第十五 剩滿多時間的 一分五十秒 對啊 總共五分鐘 還有剩下兩分鐘 所以這個是就是說 如果 其實這樣蠻可惜 因為你有表現機會的話 你其實可以盡量的可以去 如果你要表達的那個東西比較少 就是一單 嚇你比較少的話 你還是可以盡量去補充完整 就是這個是我覺得 有舞台有機會 就好好把握 我是 對 是你們遇到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 時間上就是盡量控制 滿之前一點點 就把它看到有點這樣子 那 另外一個事情是 剛剛有一個團隊是每個人都介紹 然後有團隊他是介紹他們整組的特色 那我覺得這些方式都可以 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提起一個點 就是說 如果你要每一個人都介紹 可是你僅是介紹名字 那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大家聽完一排會記得嗎 就是這個如說 剛好看到極組的時候 你現在提出來講 就是大家其實是沒有辦法 馬上記得你每一個人的名字的 所以像你可能 剛剛看到全部都是女神那一組 你還會對他有印象 因為你會記得他剛剛要講說 我們全部都是女神 或是我們有什麼特色 我們是怎麼樣 所以你可能看到那一組的人 你會記得這件事 可是如果你只是念過名字 或是像想說 我剛從美國回來 這樣子別人很看到你就會有印象 就是你一定要記得說 你們做的每個策略是為什麼 像講說我介紹我的這一組成員 因為我想要讓別人有印象 那我要用什麼方式來做等等 所以就是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去想說 包括你自己 你也可以想一個 你的自我介紹 怎麼讓別人印象最深刻 像我有一個朋友很厲害 他就長得很醜 然後所以他就 所以他的綽號就叫阿賴 然後他就是每次自我介紹 他就說我很醜 我叫阿賴 可是我很溫柔 然後所有人就往上第一層求過記得 他叫阿賴 所以就是大家很容易記得他 對啊 就是你也可以為你自己想一個東西 然後他可以結合你的一些想要 想要讓別人知道的特色 這是我覺得可以訓練的 那剛剛這一組的話講的東西是 也是一樣我想問的是說 你們的角色是認為是一個創業者會遇到困難 OK 然後主要是認為是政府政策的部分 對 我覺得 那個 我是覺得最後結論還不錯 可是也是前面的時候 就是說 哪一些問題的時候不夠清楚 就會遇到哪一些問題 因為聽到的是好像這我一個 就是政府政策 對 那你可以說 那如果你今天要這樣報告的話 你可以說 就是 我認為有蠻多問題的 例如像是剛剛前面提過的ABCDE 那大家都提出結拔 所以我今天做 我今天只主要講政府政策 我知道你剛剛有提到一點 可是可以讓這件事情更明顯 所以讓大家就會很專心的聽這一點這樣 不會突然有 你講完這一點沒有的時候 大家怎麼沒有了這樣子 所以這是在溝通的時候可以注意的一個技巧 好 那再來就看下一組 同學 是那個黃香蜜 對不對 對 所以講過了 那是 那是 姐紅漢 對這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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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一三五的創業團隊 然後為什麼叫一三五呢 因為我們是由大一大三和大五的 就是縮一的人組成 有包含中央 然後大七大三大和大家的組成團隊 那我們就是根據節目就是 創業者的困難 那我們想要從兩個部分去分析它 就是階段看怎麼去解決 那在一開始呢 因為我們這個隊長有一個有為青年 就想要非常想要創業 只是他想要進入這個十明年 那我們就以十明為為出發點 那還可以怎麼提到的 就是說 他最要 最苦惱的 最苦惱的部分 是冷 因為只要冷到寫了 其實所有事情 都是可以解決的 那 一開始呢 他有辦法怎麼去 在一開始初步的這段的話 那怎麼找到冷呢 我們講到的方法就是 要先確定他底的基金 對這個食品業經營的熱誠 所以我們要先確定他經營的熱誠 然後再把他底的提案給寫出來 然後藉由參加各式各樣的團隊 或是社群或是講座 相關產業講座和他社群的演講的部分 去告訴大家他的理念 去找他的 那怎樣比較創業的方式去解決呢 我們有想一個比較特別的創業方式 就是 因為創業這方面 通常會有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可以建立一個長久的資料 然後如果你是在 一開始只有一個人的話 你就記錄你的資料 記錄以後 然後可能之後 一兩年會有人找你 因為他也有相同的想法 然後你們就可以組成一個 新創的團隊 然後再找其他的人 然後兩個人就是大於一個人 這樣可以辦更多的事情 像他剛剛講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 就是以他想要做一個 一個蛋白質食品的出發點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有問他說 就是他有什麼特別的資金 或是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嗎 然後他就是說 他就是有一個理念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 假如說我們現在這個人 他是只有一個想法 或是他很有遠見 他已經觀察到市場需求之後 他要怎麼從現在 他這樣現在的情況 然後弄出一個他的team 所以我覺得 從他開始 可能他找到 跟他有志同道的夥伴之後 就是要開始擴展他的那個 團隊的人員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我們會 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困難 就是我們要擴展 團隊的團員 所以要怎麼樣 讓吸引其他有這方面 專長的人來加入他的團隊 我覺得我們最可以嘗試的方式 就是先有一個sample 就是他就是要做一個 什麼健身蛋白質產品 所以如果要找 有人要願意幫助他的話 就是他要先有一個樣品 然後才能告訴別人 說服別人說 為什麼你要加入我的團隊 然後我這個產品在市場 怎麼樣方面 為什麼我比別人有優勢 我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我需要 我的目標是什麼樣的特質 這樣的話 我才可以讓行銷方面的人才 或者是通路方面 就是產品的通路啊等等 或者是技術上的人才 這樣我團隊才可以架構出來 那之後呢 可能就是在這個職業的明星做大之後 那這個時候可能在市場上 就是比較都已經有限制住了 就是各方面的技術啊 或者是一些思想都已經有限制住了 那要怎麼樣才能吸引到 就是各有其他創新的想法的 有的青年呢 那我們是覺得就是可能也是像 AZ 市場 就是參加企業老師 或者就是吸引一些年輕學子 就是他們的市場就不會受到市場的限制 會比較特別一點 或者是呢 我們可以辦一些獎座 然後就跟他們講一些我們的理念 就是有回饋社會的那種感覺 那也可以順便宣傳我們的品牌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那個介紹滿有趣的 一三五就有記得了 然後那個 其實前面說就主要其實是提 其實我剛剛在提這個簡報的時候 我的加工感覺起來 你們是從頭到尾著重在講 人的這件事情怎麼解決 對不對 就人然後團隊等等的 那像這個的話 你特別還帶一件事情 你也可以把它特別提出來講 所以你可以講說 我們是一三五團隊 那我們今天要講 就是跟團隊有關 找團隊這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問題 那怎麼解決 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提出你的一系列看法 所以別人在聽的時候 就非常清楚 你全部都要講團隊的事情 對 那這是也可以 也可以那個 之後也可以 就一些講話的技巧而已 所以就是可以用這裡 好 那下一個團隊是 吳芳姐 那當然接下來我這邊講一下 像剛剛那個我提到的 有一個說 藥品這件事情 我蠻認同的 就是Protect 就是如果你想要創業 其實很多時候 你如果只有一個想法 別人是很難加入你的 可是如果你可以先把你的想法 不管化成一個很小的粉絲團 或是一個很簡單的藥品 或是很多的測試跟問卷 可能都會讓你身邊的朋友 更相信 就更佐證你的言論是 你想要做的這個idea 是可以成的 那我覺得像前面的這些 你開始去蒐集資料 或是你已經開始進行一個粉絲團 或是你進行一個 跟這個主題 我不知道粉絲團等等 這些事情 都是不會進入門檻那麼高的 而且是你馬上可以開始做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很清楚的 我上次講法像剛剛那個同學 想要做蛋白質營養食品的 你就算還沒有辦法 真正做出一個食品 你也可以開一個 蛋白質營養的粉絲團 然後看你宣傳上 會不會超困難 只是 或是會不會遇到什麼問題 就知道你創業 會不會 你在行調的時候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你就可以先這個著手 那你的粉絲人數 或是你發現你的品牌很黏 粉絲人數少 可是很黏 原因物的價格高 這些都是你的資料 然後你很早就派雷劑了 那你可能就可以拿這些資訊 更有勇氣去找線 然後去開始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對 那這個是如果我覺得可以分享 好 來 大家好 我是北昌武的系統房間 然後我們這組組成 是由 我也不知道 是由很多學校組成 大家好 我是長哥大學工商管理系 三年級的張高明 大家好 我是民傳大學經濟系的理進 然後今年要進研究所就讀 這樣子 這是大學經管系 比較有動畫 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學國一系列學系 二年級的邱瑞姐 大家好 我是青大科管 康瓦的部長大一 大家好 我是福袋新聞傳扣司經濟 大家好 我是七卡經濟大三的理 那今天就是主要做我來簡報 他會幫我們做一些補充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節目 是創業會遇到什麼困難 那我們剛在想的時候 就是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寬泛的節目 那所以我們希望先鎖定一個更明確的產業 還有一個檢測 那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不會特別介紹 就是所有創業者可能遇到的狀況 像什麼資金跟一定不同的 不會特別追溯這樣 那我們現在鎖定我們自己的檢測 是一個創業家 然後是餐飲業 我們先是餐飲業創業家 那接下來我們的架構大概會先 從產業的特性、產業的問題 然後最後再解決方案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了解產業特性呢 因為每一個產業的特性的創業家 其實都會遇到不一樣的狀況 每個產業的天然不一樣 像是舉例來說 他們生計到的產業 他可能經濟的感度非常高 他們的資金 像什麼回收電源的收集很長等等的 那接下來就是先講 我們的餐飲業的主要的產業特性 那我主要點出兩個部分而已 就是主要是在於生產和行銷這個部分 為什麼你想說這個 因為現在在每一個 每一家開餐廳前面 他上有的 supply chain 他的品質管理 制服管理等等的 其實都非常重要 尤其在現在十大問題 非常嚴重的這種情況下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個點出來 他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基本就是行銷 行銷的部分 雖然每一個產業都會遇到這個狀況 但是呢 我認為在餐飲產業這個部分 是格外重要的 因為你們那個 因為就是所有 所有人都必須要 都必須要吃三餐 那所以這個市場 其實算是非常膨大 那你要鎖定你 怎樣的客群 你要塑造怎樣的形象 就這樣塑造怎樣的品牌 都會影響到你的 最後的結果是否成功 那接下來進入 我們大概想到的問題 然後我們分成短期和長期的部分 短期的部分呢 我們會覺得 主要是在於行銷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一些 餐廳 可能幾個月都關了 然後一直 換不同家的開樂館 開樂館 那所以我們短期 就主動在廣告 那至於廣告 它確切什麼辦法呢 不特別說 那我們是講 挑選 挑選做廣告的方式 是我們要鎖定 真正記的物料客群 對 那接下來是廠期的部分 廠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想的就是 要建立口碑 要建立良好的 還有就是要建立良好的 supply chain的關係 因為就是我們 就如我們前面講到的 就是一些緊迫 性安全上面的問題 然後還有可能會需要 要透過一些事件行銷 季節性的活動 聚速到我們整個 整個品牌的形象 那接下來就我看來做 因為在這個旁邊 就是他剛才其實講的是 特性的產業 那關於其他部分呢 其實前面幾組 也講了非常多 很多的解決方法在 那我在這邊講的是 我覺得創業的人 其實他們都會遇到一個 非常重點的東西 就是他們普遍來說 經驗都是非常的不足 那在這個時候 這邊講經驗不足 可能是心態上的挑戰 比如說 他到底這個時候 該做什麼樣的決策 那他做這個決策 到底 好不好 甚至是他失敗 如果不小心失敗的時候 那他的心態是如何做調整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說其實現在 很多電視節目上面都 都有 比如說有個電視節目 叫做前進人民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其實他有很多 就是大陸他的創業家 就是從白收起家 中間經濟的多少失敗 都成功的案例 然後這可以大家去看一下這樣 好 那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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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组最后一组了 杜健平那一组可以准备一下 所以经验不足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个解法 就是说去多看一些别人的经验等等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的 会了解一些事 那我觉得经验不足的部分 以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解决 第一个方向就是你可以从产业 你要先去观察这产业 产业意思是说 你想要做的是实体产业 那你有没有办法把 你找一个也是在这里的一个厂商 然后你可以马上讲出它的供应商 不是说是谁 它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列 就是它会有什么样的供应商 然后它会做到什么事情 跟它相关经验者的一些有谁 然后它有什么样子的合作伙伴等等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讲出一个产业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只要有做功课 你可以直接去问这个产业里面的人 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今天屋主的话就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你自己没有认识的人的话 你可以先去看文章 那你先自己做一些功课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自己没有认识的人 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总是会有朋友 你朋友还会有朋友 你的朋友还会有朋友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产业里面相关的人 那我觉得直接问产业里面的人是最快的 所以今天屋主你就直接把你的问题问他 你可能会得到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或是他在相关的同事上班 他的看法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经验屋主的做法 就是像我刚刚跟他讲的 就是你先做一个超级小的实验试试看 就是你的想法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然后你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或是你看一个知识法 或是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你先跟 就是你做一个最小的实验 你就可以比较不会觉得 我一次要找很多的东西下去 然后不敢做决定 那你会在这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反而会更容易 就是有更多想法可以做判斗 大家好 就是我们是编号第2号的团队 那我们主要来自于台中 那对于今天这个主题的话 我们将我们的角色定位成是小型 甚至是个人的文创创业的一个创业人 所以我们的商品主要就是打特质化 还有多人使用的文创小部 那接下来我们会主要针对团队市场 以及金融部分来做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由杨岳书同学来 为我们介绍团队的部分 好 那么不要笑话 我第一次上台 在要讲这个团队之前呢 你们觉得说在创业的时候啊 在你有产品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大家有想过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你也这么有产品 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重要的 其实在刚刚前面的报道都有讲到 特别刚刚有种创业的帅哥 那么尤为新年 他说莫忘初衷 那初衷是什么 初衷就是你创业史的那样子的理念 你知道吗 即便我们有像Change of Code 这样子优秀的梦人平台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要做社会企业 然后一个要做 他想要飞黄塘塔 想要干掉过程 类似这种类型的话 这两个人就凑不起了 所以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你自己的理念是什么 这样子你在造伙伴的时候 才不要碰到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们理念相同的话 你们有一些想法是接近的 你们做起事业才不会出途或是重途 再来你的定位也很重要 定位很重要为什么 因为在人力的部分 这个地方会团队不一样 因为定位人力的部分 主要是偏向 例如说像是员工的部分 那为什么定位要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定位重要的话 像政府他们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产业 你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人体 例如之前政府有补助那种文化的部门 然后他们就是说 他会帮助那种二度就业的妇女 然后来到这种文化的产业 做那种高来源 那就像我们刚刚跨博不是有一个地方 他有说要缺到那一个部分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 你如果定位清楚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善用政府的这些事件 但这个部分是我对于 所以说我讲了你面课就会来讲 谢谢 然后接下来我讲的是市场部分 然后大家好 我是面包 我不讲名字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个人说好名字好记得我 因为长得也就是面包少人的样子 所以比较好记得 然后再来 主要真的是市场部分 我们在这边想到的问题是说 在面对市场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做文创部分 我们很难渴 我们很难想说我们的文创部分 会不会符合市场需求 或是人类的顾客的需求 所以我们想到的一个方法是 我们可以利用FlyMV的平台去做 然后方法是说 因为FlyMV本身是这个公布平台 然后我们可以将本身的物贩投上去之后 由民众去调选 所以他想要看的东西 而且本身FlyMV里面的东西 本身有些是实体 有些只是你可以就是 你进去的时候发现 它只是一个文券调查 然后你藉由这个文券调查之后 你再查出你真正民众想到的实体 然后我们再做 藉由这个包能够 它再做修改 替成我们之后的 因我们做修改的工作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做讲解 就是请接下来讲解 然后我们要帮助讲解 好 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 关于经表的部分 那经表的部分的话 一个是关于资金的来源 那前面的同学包含上一位同学有想到 可能可以使用像募资平台 或很多的管道 或是公共可能会提供一些资源 或是有一些创业中心会提供一些补助 那我们这一组有花蛮大的时间 在讨论关于收费的部分 那在这边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实际案例 就是我之前有和几个朋友 组成一个这一项小工作室 然后我们主要的商品是打 就是多人和谐的线上卡片服务 那因为该也知道 其实一张卡片你不可能卖到台贵 有可能你卖到个300块、400多块 可是你可能这张卡片里面 你可能会有十几个人来写这张卡片 所以其实一个人平均下 他可能所需要负担的钱不是很多 那可是至少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小额的收费你要怎么支付 那我相信可能不是只有 我这个团队在周遇到这个问题 可能是有很多文创 做文创小部分方面的 都会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刚讨论之后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你可能是直接把你的手续费这部分 直接转嫁到你的消费者成长 那他可能相关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单价市比一定会提高 那你的消费到底来不容易涨 他会不会觉得是太高 造成你的需求量会下降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有想说 可以使用像个人基点的方式 就像刚刚那个文创的例子来说 可能一个人可以 例如说他一次就是购买100点 或是他一次就是投比较大量的钱 那他正在他每次消费的话 直接用扣点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用得出 那个YuYu卡的感觉 就用扣点方式 对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也可以试试看用 就是邮局的小额支付这样子 好那以上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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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概念是清楚的 那其实可以就更 就想说你就有一张图 你就放一个里面人事前行销收费 然后收费在那边画一个星星销的基点 这样可能大家就会很清楚的概念 对 所以这也是就是之后可以处理的部分 就是你们下周是清楚的 对 然后可以做这件事 好 那很谢谢就是以上支持住同学 那你们能够在20分钟内 对于一个那么模糊不清 也不熟悉的东西 讲出自己的一套看法 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那今天提到的很多的点 就是说像刚刚前面的在分享的 沟通力的技巧 就是你去看见前去去定义问题 去等等的这些概念上面 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家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你的生活中 到处都用得上 你去看你忙 然后看你男朋友 然后看你朋友 反正你就是尽量的去生活中 练习你自己的沟通技巧 因为你这个东西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然后特别去练 它就会融在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我有一个东西 其实我特别 我前面忘了讲 那我想说就把它当作结尾 就是每一个人 其实沟通力就是要让事情发生嘛 那可是每一个人 他都有不同的逻辑思维 他从小每一个人也有不一样个性 所以你跟别人在沟通的时候 你想要的沟通的那个对象 你是在跟他沟通之前 你可以先想一下 他的个性是怎么样 然后你想像你如果是这样个性的人 你会做什么反应 你会做什么 听到什么话会做什么反断 那你就可以避免讲出 就是你就可以不会 你就可以用更精确的语言跟他沟通 而不会产生对话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从现在就开始训练 对你们以后的帮助才会蛮大的 至少不会一天到晚跟男女朋友吵架 好 那就是大家辛苦了 谢谢